谢谢南图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 我刚刚注意一下 下面好像年长的听众比较多 冒着南京这个秋老虎的酷热 到这里来听讲座 我们也很感动 所以你们对蒋介石学术研究有那么大的兴趣 对我们这个做研究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我们也会把这种热情 划到我们自己做研究的这个过程中间去 所以那个今天这个题目 其实不是一个很窄的题目 而且也不是那么好讲 大家热情那么高 我尽量的把它讲得好听一点 那这个题目大家看到 那个是这个秀才遇到兵 那中国后面就半句话 我想那么多年长的学者一定知道 那后面半句话是这个有理讲不清 是吧 所以那个这两个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秀才呢 是中国差不多是最大的一个秀才了 这个胡适是一个杨秀才 哥伦维亚大师的博士 也是中国大概数得着的这个学术大师了 就是个大秀才 杨秀才 那蒋介石呢 是个大兵是吧 那个时代最大的一个兵了 他做了总司令 就这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 那看他们怎么讲理 讲得清讲不清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那因为 胡适和蒋介石的故事非常长 而且很多很多的面向 你可以找出很多的 这个就是在里面找到 就是归纳出很多东西来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非常的窄 是我们只讲 他们两个彼此的日记中间 是对对方怎么记载的 那我等会大家看 就他们两个都写日记 然后他们日记中间彼此记载对方 而且这个时间呢 我主要讲是在台湾时期 就是到了台湾以后 这是那个 今天要讲的那个部分 这是那个 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秀才和冬 这两个人 那都是他们晚年 就是我现在要讨论的这段时间的 他们的那个生活的照片 那胡适 大家看这个他很天真 笑得非常灿烂 一个很可爱的老头 那晚年的蒋介石 大家看这照片 好像也没有那么凶 也是一个 就是 有跟我们 以前看的年轻时候的照片 好像稍微有些不一样 那从年龄上大家看 差不多的那个 蒋介石比胡适大四岁 一个是浙江人 一个是安徽人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今天要讲到 他们两个人是 这个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 学术界研究非常注目的 两个热点的人物 所以我们现在在 为了后面这个讲 讲起来 做一点铺垫了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 学术史的部分 简单讲一下 那我想下面有那么多 年长的学者 其实有些背景 就不必要介绍 那蒋介石的研究 可以说 就学术研究 在四九年之后 就是我和副表记者写的 是一个 从险学到险学 第一个险学 就是危险的学问 就是谁碰这个题目 谁就是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四九年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是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 那么蒋介石 是作为革命最大的一个对象 我们过去有个口号 大家都知道 就是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那打倒了蒋介石 就是解放全中国吗 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蒋介石 他是整个国民党 或者旧政权 全部那个旧制度的化身 我说有那个蒋介石 不是那个真正的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老头的蒋介石 而是一个集合了 所有国民党反动派 或者是中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那些东西 的一个集合体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 你研究革命 他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对象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去 滑里去去研究这个人 甚至于可能 在极左的年代 就说如果你研究蒋介石 然后人家就会 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为什么拿了国家的钱 好好的那么多革命人物 你不去研究 那么党的领袖 你不去研究 你去研究那个蒋介石 这不是一个笑话 今天看起来是笑话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 因为很多人 曾经因为研究蒋介石 受到过这种批评和非难 那这是在文革以前的情况 实际上这到了1980年左右 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改革开放之后 那学术慢慢的也开始 就是国家经济发展 学术也慢慢的开放 我们想这个社会多元化 就30年我们看了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蒋介石研究 它逐渐的被作为一个学术的内容 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符号 被接受下来 但是中间走的路程非常的艰难 实际上也不是非常非常的顺利 因为它毕竟作为一个革命的对象 到今天为止它还在 所以做蒋介石学术研究 其实还是这个有一些难 但是不管怎么大家在这个房间啊 在这个书店里也看了很多蒋介石的书 所以这两年又开了一些蒋介石的会 所以很多人国外的媒体都说 现在大陆有个蒋介石热 而且说这个就是大陆对蒋介石评价 有越来越高的这种趋势 这个从原来一个就是完全全面否定的一个人物 变得模写方面对他进行一些肯定 那么也越来越多的学者来参与到这个里面去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国 就是蒋介石研究的这种 它的这个学术的命运 其实跟我们国家的命运 跟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密切相连的 那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到过 我们今年的四月份在浙江大学 开了第一次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 那这个会呢 很早以前就有人开 包括我的老师就开始就想开 大概三十多年来 每次想开这个会 打了各种报告 上面从来不批准 因为在我们的有一个观念里面 基本上说好像如果开什么人的会 学术讨论会 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这个题目里的话 一定是有这个纪念意义 或者是说正面肯定的意义 所以蒋介石你怎么可以让他开一个 就以他的名字 做这个学术会议的主题 而且是国际学术讨论会 所以在08年的时候 曾经还有一个单位打了这个报告 最后也没有批准 那么09年的时候 我们浙江大学打这个报告 向上面报告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自己心情完全没有底 我只是想现在形势越来越好 也许这个国家政策会变 所以打了这个报告 但我完全没有把握 结果到了很快 那个我没有打报告 九月份就批下来 批下来的时候 我当时正好在美国 因为这个消息传得很快 所以海外的媒体特别重视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大陆蒋介石研究 如果这样做的话 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蒋介石研究 有的时候下一个风向标样的 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变动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找到我 我当时人在美国 正好在看蒋介石日记 他们就问我说 呀陈教授 我们知道以前好多次 这个申请都没有成功 你怎么能成功了呢 你有什么背景 你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什么走什么路子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完全没有背景 也没有路子 他那是为什么呢 我就说 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我们中国现在很强大 我们很自信 我们有这个哑量 来对待实事求是 来平台前人的这种功过 我这不是客套吧 真的是说 我们现在因为有自信 因为有这个哑量 因为社会在发展 所以我们才能够做这个 蒋介石研究 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其实再多的这个 好像前辈的这些 这些前辈 可能可以想一想 如果放在 不是说放在改革宣防之前 就是放在十年前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公开的 不是批判蒋介石的 而是一个学术研讨的 蒋介石会 我想不大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铺垫 那么蒋介石研究 我们的史学研究 最基本的基础是这个资料 那么知道蒋介石 他的资料都带到台湾去了 而且蒋介石非常注意 蒋介石是个非常注意 他历史评价的人 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资料 保护得非常非常好 我们知道蒋介石医生 也是颠沛流离 但是他的日记啊 他随时带在身边 一直带在身边 就他最大 这个这个 实际上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日记 他资料一直带到台湾 带到台湾之后 台湾他保存的也非常好 台湾成立了一个叫做 总统府基要室 专门就是保存蒋介石的障碍 那这个也是长期不开放 大陆研究民国史的学者 一直在诟病 所以蒋介石 台湾怎么不开放 蒋介石的资料 不光是日记是资料 那这个情况到了1990年 就是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蒋介石1975年死了之后呢 那这些东西还是有人在保存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台湾那个地区民主化的竞争 发展很厉害之后呢 就说这个蒋介石就没有必要这样的保存 因为台湾也有档案法 30年之前的档案要公布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 从总统府的基要室呢 把它移到了国使馆去 那国使馆就是一个历史典堂的单位 虽然当时最初也是说不开放 但是慢慢整理之后呢 后来就决定开放了 那这开放的过程中间很大的一个政治背景 就是后来民进党上台了 那我们知道在蒋介石的时代的时候 那么蒋介石被在台湾塑造成 也塑造成一个神啊 一个英雄的形象 那么民进党上台之后 实行台独 去中国化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去中国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就是去讲化 就是去蒋介石 所以民进党当时开放这个档案的 一个比较显恶的用心是说 你们不是把蒋介石说成一个神吗 那蒋介石对那么多资料里面 我们把它公开了 你们国民党当宝贝 藏着掖着 我们现在把它公开 那公开过之后 如果这些所有的材料证明 蒋介石是 确实是如你们所说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没关系是吧 无非就是多一点证据 早就他就是这样的人了 但是 如果这个档案里面 有隐私 有蒋介石很多不好的东西 那你们想 他只要找到一条 他就说你们原来说的那个蒋介石是不对的 对吧 现在就是抓紧一点 所以你们那个蒋介石 是你们神造的一个蒋介石 所以他基本上通过 把这个材料公布 然后呢 来这个 达到这个 丑化蒋介石 或者是最后 变成这个 这个去讲化 然后去讲化之后 因为蒋介石 蒋介石是作为大陆过去人的一个代表 在去中国化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全部公布了 就国民党当时好 宝贝的东西全部都公布了 但这个结果是说 这个背景我们想 但对史询研究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切记 反而是说 如果国民党长期执政的话 我们看不到这些材料 到今天为止 我们也还看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历史 一个调诡的事情 那么这些资料开放之后 那对蒋介石完全是一个重新的研究了 那这些材料开放之后 蒋介石 本来蒋介石 日记是藏在蒋介石家里人的手中的 那么他们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们也开始把这个档案 日记就放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然后从2006年开始 也逐步的开放 那么到了去年的 2009年的7月份的时候 就全部开放完了 所以现在蒋介石 从1917年到1952年到55年的日记 全部都开放了 那这些开放之后 对我们研究就做了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对蒋介石研究 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研究 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蒋介石 蒋介石所有的电报 信件和他的这个日记 全部都开放了 那和我们过去看到的蒋介石 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 这是为什么现在出现一个 蒋介石研究热的一个 另外一个学术方面的背景 就是他的资料特别的多 那么蒋介石日记 大家都知道 可能都听说过这个 这一部分 那这是蒋介石日记的 那个 上面的盒子是原件 下面的是这个 就在斯坦福大学 制成的收尾教卷 这个绿颜色的纸 就是复印件 现在所有去斯坦福大学 看蒋介石日记的人 其实是看不到真正的原件 因为那个原件 已经保存时间很久 这个纸很脆很脆了 完全没有办法看 而且这个 如果再看的话 怎么办法看 他们就用这个 另外的一种纸 把它复印出来 所以我们所有人看到的 都是这个 复印的这个部分 不是这个原件 那 现在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 立即就有人 就质疑 第一是 蒋介石日记 是不是真的 这是涉及到 我们后面要讲的基础 我们讨论蒋介石日记 里面的胡适 那蒋介石日记 都是假的 那就没有什么讨论必要了 那么 那第一个就是 蒋介石日记 他那么忙 他们怎么会写那么长时间 每天写 这个是不是真的 还是说人秘书写的 或者是后面人带写的 那这个当然 现在学术界 所有人都否认了 就说这个是真的 蒋介石写的 确实是蒋介石 每天写的日记 不是这个 那第二个部分 那基于就是 我们前面的一个考量 就蒋介石是 那么坏的一个人 他写日记 他写什么好东西 或者说他是不是 考虑将来 要给自己留个后络 什么 他一定是这个 去乱写 或者是美化自己 或者什么 反正要公布 他知道将来 要公布出来 又怎么样做 所以这个真呢 就第一个真的 是不是真的 蒋介石写的 第二个是 他这个内容 是蒋介石写的 也未必内容是真的 或者代表他真实的感情 那现在我们知道 大陆有个非常好的 我们的前辈学者 叫杨天石 他研究蒋介石 已经很有名了 我想可能各位听众也都知道 他自己证明 蒋介石日记 内容也是完全的真的 他有这三条 大家看到 蒋介石从来没有事先公布过 就生前 不但生前没有公布 而且死后 很多年也没有公布 只是迫于种种的压力 他家属其实不愿意公布 最后才没办法公布了 所以如果 他有这个目的的话 他应该事先把自己日记公布出来 让这样美化自己 第二个是 蒋介石在日记里面 喜欢骂人 骂的人不是一般的人 都是他边上的朋友 所以他那年 他这个太太 他连宋美龄都骂 那如果他是为了要出版本美化 你这个那么多同僚 那么多下属 你天天骂他 然后你把日记公布出来 你这个不是自己倒霉吗 所以他绝对不是想给别人看 就是给自己看 而且蒋介石日记里骂人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那个蒋介石日记里 写到那么多人 我们学者在这一堂堂堂 说他一共好像被他提到的人 他没有骂过的只有两个人 其他所有的人都被骂过 那么没骂的是谁 他儿子蒋介石他没骂过 我前面讲 他最后这个到 最后不写日记 1972节的时候 他写日记还骂了宋美龄 但是呢 他这个还有没有骂过 国民党一个元老叫吴志辉 那吴志辉大概算他的精神导师 帮了他很多的忙 所以他没有骂过 第三个是蒋介石 在日记里面写了很多自己的隐私 特别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啊 逛妓院啊 逛青楼啊 他都写进了 所以如果一个人 如果要是出于自己 美化自己或者怎么样 他一写这些事情干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是 应该说 他根据这几天来判断 不是一个假的东西 那么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另外我们其实 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说蒋介石为什么要写日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蒋介石写日记 首先是为了他个人修身养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蒋介石日记里面 大量的我们前面说他骂人 但蒋介石日记里面 大量的骂自己的话 非常非常多 对自己批评非常非常严格 常常严格到什么样 就是说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不对 要记大过一次 他自己的日记里面 给自己记过很无数次的过 所以他自己一直觉得 自己要提高这个修身养性 不要急躁啊 不要骂人啊 不要什么 他都说很多 那么另外一个蒋介石写日记 是为了资政 那么他就为了自己 给自己做参考 因为蒋介石的这个情况 李鸿章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他李鸿章自己说 清朝末年的那个大臣 他说我们现在碰到的 这个时局很困 就是很难办 是三千年 中国三千年来 从来未有之变局 那就是现在很难办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 有个要资质通建 历史虽然那么长 但是每个都是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 开朝皇帝碰到什么问题 中间的皇帝碰到什么问题 王朝末年碰到什么问题 碰到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 虽然唐朝和明朝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皇帝呢 他可以看看前面一个皇帝 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他就能找到 但是到蒋介石的时候 碰到这个这个变局 比李鸿章时代还要大 那蒋介石碰到 从来没有碰到的 国际国内的问题 那蒋介石在任何的 其他人的这个档案里面 或者其他人的记录里面 他找不到可以 可以借鉴的部分 也没人知道他 所以他自己写这个日记呢 他常常 蒋介石有很大的习惯 除了写日记 他常常翻自己的日记 看自己的日记 比如他后来跟苏联碰到什么问题 他想想 我二十年代的时候 我跟苏联打交道 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他用这个东西来 作为自己的一个 教科书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是这个 另外一个 这个蒋介石 写时为了工作 他蒋介石日记 每天安排的很好 日记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那另外一个讲 就是日记 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自己为了发泄 个人的情绪 疏解压力 我们知道 萨介石这个权力很大 地位很高 但是他这个 人到高处啊 也很孤独 他没有朋友 他这个人 这个生活很 很简单 所以他很多事情 他没有办法 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的 假如我们普通人 受了什么气 或者对什么不满意 骂他两句 是吧 这个这个 或者呵呵 就找几个朋友 聊两天 把这个事情 说一通就算了 那蒋介石什么事情 他不能做 他跟他孩子也不能说 跟他太太也不能说 那下面 所有人对他的下属 他也不能说 他怎么办 他受了气 或者他觉得想不完 他怎么办 只好就自己在日记里面 发泄一下 那台湾有学者说 这个日记 对蒋介石的 这个心理健康 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 宣泄渠道的话 那蒋介石 可能真的要发疯了 所以他通过这种 这种 这个日记里面 我想我们日常中间 我们在座 我想有些读者 可能自己也有 写日记的这个经验 那写日记的这些 大概内容 大概也就是 也就是这些东西 那蒋介石日记里面 有没有赢会 有没有什么东西 说它是假的东西 那肯定有赢会 我们想每个人的记忆 都是有选择的记忆 所以蒋介石 那日记里面 也有些学者 说我想找什么东西 我认为蒋介石 这天一定要记这个东西 但蒋介石没记 比如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比如1926年的 中山念事件 3月20号的 中山念事件 1927年的 4月2事件 这个事情 学者说 看看蒋介石 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他当时怎么想 看了日记里没有 觉得就很奇怪 说这个蒋介石日记 不真实 你看他那么大的事情 他都没写 那蒋介石有的时候 确实是有意的 他知道我们说所有的人的记忆 都是有选择的 记事都是有选择的 他不可能每一事都录 所以他有 但是大部分 所以蒋介石记上 有些事情他未必记上去 但他记上去的事情 都是真的 所以说没有说 这件事情没有 他把网上记 这个没有 那么另外的开放的时候呢 他家属一开始非常不放心 害怕这个学者 因为这个日记 毕竟非常很隐秘的东西 就重新做了一些 这个 这个遮掩 我 这个其实不是遮掩 大家看这个右边的 这一块 这其实不是遮掩 是因为那个 蒋介石自己后来涂掉了 那他就当时 他原件他就没动过 他就在复印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摩写的地方 让人先看了之后 先遮起来了一部分 那遮起来一部分 是什么部分 就是蒋介石自己 特别隐私的 那这个隐私 实际上主要是涉及 他们夫妻 夫妻关系的 还有他个人财产的部分 很少 我自己在那看到 很长的时间 我一次都没有看到 而且越到后来越公开 因为这个日记出版之后 他家属本来很担心 公开之后 他家属本来很担心 那最后觉得 没有问题 越开放他越有自信 那他后来是完全不遮蔽的 这最早的一批 大概早期的 稍微有一点点遮蔽 但是这个遮蔽呢 就对这个研究历史 确实是没有什么 就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 蒋介石隐私的人 那也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用蒋介石研究 还是研究中国近代 政治的这种发展 所以蒋介石的 他的这个孙习 就现在对这个蒋介石 日记有这个保管权的这个人 就法律上的这个监护人 是蒋介石的第三个孙子 因为蒋介石家南丁不忘啊 都都过世了 所以现在保管的是 这个蒋方质疑 是蒋介石第三个孙子 蒋孝勇的太太 那蒋方质疑他自己就说 就是人家质疑 他说你怎么不把他全部公开 为什么要遮一点 然后蒋方质疑就说 我们现在开放的是99.9%了 说谁家还没有一点私事 是吧 他说这个 他说然后说 谁家又愿意把自己家的日记 全部拿出来 所以你们质问我的这些人 你们有没有勇气 把你们自己的日记 捐到图书馆里 让所有人来查 所以我觉得就从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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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属的那种观念上 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 所以这是蒋介石日记的部分 那下面是关于胡适的 那胡适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热门的人物 是吧 那但是我们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 这个也经过了一个 就很很复杂的一个阶段 那么文革之前 基本上说是美帝国的一首歌 主张全盘西化 资产界学术权威啊 曾经甚至于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毛泽东曾经还发动过一个批判 胡适资产界学术思想的一个运动 很大的一个运动 跟这个这种红楼梦啊 跟这个这个五星传 差不多一样的运动 那么到了改革看完之后 慢慢的胡适形象重新塑造 所以恢复他的国学大师啊 对不起不是国学 学术大师啊 特别是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 在新文化运动中间 白化文运动啊 有很多的贡献 那最近呢 这二十年来呢 不得了胡适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很多一些人开始研究 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 有没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那么如果有没有这个群体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自由主义的这个传统 那他们找到了 因为现在有一批学者 他们认为 现在当下的学者 他们认为 他们是新自由主义 那么新自由主义 那就要找到老自由主义 那么老自由主义代表就是胡适 所以把胡适踩得非常非常的高 把这些人认为说 这个胡适这个人品也好 学问也好 这个理念也坚定 没有什么缺点 而且谁要是说胡适什么不是的 完了 现在他跟你急 这个所以把胡适又又做到 就走到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一个新的造神运动 或者是说神话 如果不是神话 那真是美化 美化胡适 就现在我们国民党批评的 共产党的干部也能批评的 但是现在胡适批评不得了 有这样的情况 那胡适也是一个喜欢写日记的人 就差不多16岁就开始写日记 一直写了他这个适时前三天 一共有200多万字的日记 那么胡适的日记呢 跟蒋介石不一样 胡适是很早就把日记出版了 他1939年的时候 胡适就出版了自己的日记 就留学日记出版了 所以到了80年的时候 中华书记出版了一本胡适的日记 我们就看了 然后到了这个200年就出了日记 到最后的时候 2004年时候 台湾出版了这个胡适的全部的日记 胡适的十本的 就是那个日记 那我们知道日记在研究这个人的这个过程中间 这就是完全 在历史研究中完全不可替代的 就是他一些 我们常常了解研究人物 过去根据报纸 根据母亲的讲话 文集 或者别人的回忆录 这个都走不到他的个人的生活里 或者他他到底想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或者通过别人的眼睛看 那日记是他自己亲自写的 所以他自己有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呢 日记对于探讨人 探讨人 人的内心 人的心路历程 人的人际关系 或者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完全不可替代 如果你没有看过一个人的日记 然后你再说 我在研究谁和谁的关系 这个呢是非常 就是说我们在学术研究 觉得这是二手资料 不是那么可行 观想就是和胡适 到台湾以后的关系呢 其实有很多人的研究 我们知道 蒋介石日记开放在后 那胡适日记开放在前 所以大部分的 蒋介石的日记 就是研究蒋介石和胡适关系的呢 都是根据胡适的日记 你看胡适都有一个当事人 他是这样记的 那么一定是很准确的 有很多讲话 这两个人 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场 其他人任何都不在场 所以这一定是真的 所以基本对胡适 那个对他们的关系 非常正面的看法 基本就是说 蒋介石非常尊重胡适 对胡适很尊从 那么这个 胡适呢 对蒋介石 也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 也对蒋介石的某些做法 进行了批评 但是呢 他就是批评归批评 他跟蒋介石始终保持着 很好的关系 而且到胡适死的时候 蒋介石对胡适也很尊重 提了词啊 什么发了保奖令 基本那个非常正面的看法 所以基本上学识界 完全到今天为止 都是受着这条线影响的 那这是 我们说就假如对峙的话 这是一方的证词 是看到了 但是当我去看 蒋介石日记的时候 看到那个胡适 我之前 我以为我对胡适没有什么研究 我基本上也受到这个 这个影响很大 但是我看到蒋介石日记的时候 蒋介石日记里面 50年代之后 提到胡适就骂 没有一触不骂 气氛的不得了 所以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镇定 我从来没有想到 蒋介石是这样的 就是对胡适是这种看法 而且完全颠覆了和 就是胡适原来塑造的 他和蒋介石的那个形象 所以这是一个 就变成一个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两个人计数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 主要是讲究 他们日记中间 彼此怎么样计数对方的 那我们在之前 我们先还简单讲一下 蒋介石和胡适这个 交往的一个过程 我前面讲 他这个内容非常的多 量很大 我们简单的就讲一下 那我们刚才讲 蒋介石比胡适大四岁 但是蒋介石成名比胡适晚多了 胡适在1917年1916年 搞文学革命的时候 在北大当教授 已经是全国有名的人物了 他虽然晚四 他19新文化运动 五四无运动的时候 胡适就是一个 全国知名的一个青年才俊 但是蒋介石 在全国产生影响 是到了1924年 他做皇甫军校的校长 所以他比蒋介石 他比胡适大四岁 但是他成名 应该比胡适晚五年 至少是这样 五六年 而他们两个同事的领域 完全不一样 胡适在学术领域 而且在北方 那蒋介石呢 是军事 而且主要在南方 所以两个人之间 没有什么交集 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那么一直到了 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了 他开始成为执政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们之间有可能 就是发生关系了 那么到了29年的时候 因为胡适原来 一直在北方 但是28年左右 他跑到上海来了 跑到上海 上海有个上海工学 上海工学 胡适他做校长 在校长上 他发表了两篇文章 三篇文章 他批评国民党的 那个一党专政 那当时这个 这个触犯了 国民党的这个 就是国民党 那个时候 确实自己是一党专政 但是不允许人家批评 是吧 我一党专政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 那个上海市党部 就向中央党部 这个 要求要集拿胡适 那当然最后没有集拿 就把他 就被迫胡适 就辞掉了 这个上海工学的校长 那么就就跑到北方去了 这个确实不是他的地盘 那到了1932年的时候 32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这个 见面了 那见面的缘由呢 也也也很有意思 32年 我们知道是 蒋介石第二次下业 九一八世界已经发生了 蒋介石第二次下业之后 重新上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武汉大学的校长 叫王正 王正平 对不起 叫王世杰 不是王 对不起 王世杰 那王世杰跟胡适 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那么他又是国民党的一个 后来我们走来 有很高的一个官员 这个人后来 在我们后面还提到他 是他们两个共同的朋友 那么他就王正平 王世杰作为武汉大学校长 他就请胡适去讲课 那正好蒋介石呢 巡游全国走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两个 有个短暂的见面 但那个见面 不是两个人的见面 就是很多人的见面 所以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 只是说 名人见名人啊 这样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集 那么到了1933年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就想 让胡适做教育部长 但是胡适 坚决死掉了 因为胡适他回国的时候 他跟太太做了一个保证 说我20年不入政界 20年不过问政治 但是胡适其实第一条 第二条完全没做到 他说20年不过问政治 胡适这一辈子 根本就跟政治脱不了什么干系 但是他说 我不进政界 不做官啊 这个东西 他基本上做到了 所以他就跟 这个汪精卫 当时汪精卫写了一封信 他说 你就让我保持独立的位子吧 他说 现在能做官的人很多 能就是这个 像我这样 保持独立身份的人 不太多 所以他就说 我要给这个 给为国家做一个政臣 为政府做一个政友 政友这两个字非常的好 我觉得胡适对他自己 以后这个政治角色的定位啊 非常的好 第一先是有 我跟你是朋友 但是我这个朋友 不是虎朋狗友 不是跟你吃吃喝喝的 我是做政友 我是要批评你的 他就说 我站在政府外面批评你 比我到政府里做官 对你更有用 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 后来批评大公报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词 叫做小骂大帮忙 那胡适这个政友的意思 大概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是骂你 但是我是为了你好才骂你 所以呢 就跟你一个批评 那这样的是有的这个角色呢 你在体制内的人 反正不容易点 就这是那个 国民党政府 也没有强扎他去做官 所以就 他就 胡适后来一辈子的这个角色 大部分他跟蒋介石的关系 我觉得也像一个政友一样 那么但是他跟胡适对蒋介石 关系越来越好 到了最大的一个考验 是生死关头 我们知道朋友 在生死关头才有考验 所以到了1936年 西安事变的时候 蒋介石被张学来扣下来 胡适马上就给张学来写一封信 骂他是罪人 说你这个做了大坏事 你最后说 你必须立即要把这个 就护送借工出钱 你必须把他送回来 而且呢 要束身戴罪 就你是对国家犯了大罪的 所以这个他们关心好 然后到了1938年到42年的时候 抗战爆发之后 那么国民政府 因为对美国外交的需要 胡适在美国的影响很大 是中国大概在美国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了 所以国民政府 让胡适去做外交官 那么胡适他有什么外交经验 他没有外交 他也没有行政的经验 也没有外交的经验 他就是一个书生 或者说对政治有兴趣的书生 但是胡适那个时候 就毅然决然接下来 而且他走之前 他还给他太太写一封信 他说我当初的时候跟你说过 二十年不入政界 二十年不过关政 现在没办法 国家有难 所以我现在国家需要我 征召我了 所以我征召我以后 我就做了过河族子 那下象棋的人 知道这过了河的族子 是不能回头的 所以我要为国家 做那个过河族子的这个工作 他觉得他觉得这个做住美当事不是一个官 就是一个为国家贡献这个自己这个心意的时候 所以这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他们后来关系一直就是保持的不错 那么到了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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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大陆时期很大的一个关系 就是1948年的时候 这个选总统 我们知道1948年国民党实行限制上 要选第一任的总统 那这个过程中 蒋介石让突然自己说 我不做总统了 我要让胡适来做这个总统 让胡适来选总统 那后来这件事情 成了一个就学术界很大的一个悬案 很长时间认为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就是我们见面 基本上说蒋介石那么坏的人 那么一个独裁者 他那么多年想做总统 好不容易要做到总统 他怎么会让胡适做呢 这不可能是吧 绝对不可能的 那蒋介石视权如命 这是基本我们过去的看法 那然后呢 包括很多很有名的人 比如这个纪献林教授 我们知道他刚刚过世的那个纪献林 纪献林那个时候在北大 这个时候胡适在北大做校长 那纪献林是北大东女系的主任 他说他我 他自己回忆了 他说我跟胡适经常见面 所以他说那个 听说这个有这个这个这个传闻 他说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这个是蒋介石怎么可能 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 他一贯这个玩弄 他说他对胡适这件事情 就是完全是玩弄和欺骗胡适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所以到底有没有 或者没有 这本来他跟我们今天提问 没有就是不是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看胡适的日记 这件事情确确实实有 而且蒋介石非常的真实 是确实想让他做 那我们看这个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王雪 王雪亭啊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王世杰 就是1932年的武汉大学的校长的 他这个时候已经做了国民党的 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 就很很高的一个关 而且跟蒋介石关系 所以呢他又跟胡适很好 所以呢 1948年的选农统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就是四月四月份 所以三月底的时候 蒋介石突然 就是他他让王雪 就王雪年给他带话 说是让胡汉 让胡适出来选农统 这是那一天 1943年上胡适日记的全文 原文啊 他说胡适说 这个这个界别非常了不起 可以一心过满 他也他我也承认 蒋公子是很诚恳的 然后但是他说 我没有这个勇气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天 胡适赶快把这朋友都招来谈 说这件事有没有可行性 说他还是没有信心 但是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 这个王世杰来了 说是蒋介石要让你们回话了 那胡适就说 我接受了 但是这个又很有意思 当然他我没有自信力 他就说 他就说 但是有两条 我现在接受了 但是第一个呢 请他还是考虑更合适的人选 第二个呢 如果有困难 有阻力 他随时收回 他对我没有什么承诺 我并不因为说他做了这个 这个他接受了 但是到了第二 四月三 四 四月四号的时候 就是蒋介石 他接受了 但是呢 那个时候 如果国民党是执政党 国民党如果要是选总统的话 那国民党首先要开 国民党的会议来 推选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那么 最后这个 就是四月四号的时候 蒋介石开国民党的这个临时全会 就这次会主要就讨论 我们下面党推出什么人来选这个首届的 行线以来的首届的总统和副总统 那么蒋介石准备好一个表情 先说我肯定我不选 第二个 选的人最好去这下面五个条件 啪啪啪 这个胡适都知道了 他虽然说这五个条件没有 就是他说要找党外的人 虽然说这个五个条件 没说胡适的名字 但是当时全中国搬着指头鼠 符合这五个条件的只有胡适一个人 所以他说当时所有人都都知道他了 他这对会就开始激烈的讨论 当时所有的人都反对 反对人有两种 一种人就是认为 这个拥护蒋介石的 蒋介石你不做总统 谁做总统吧 如果你要不做总统 那国家怎么能安定下来 这是绝对不可能 是吧 你一定要做 这胡适没资格做 这是基于对蒋介石个人的这个 崇拜 或者基于国民党立场的考虑 但另外一些人是国民党里面 另外一些人 你想起来不做你可以啊 我们可以做啊 对吧 下面这些 怎么会你就决定让一个党外的人做 这个党外的这些人 他有什么钱 这个江山都是我们打下来的 对不对 我们那么多人 这个百伐抗战 辛亥 都是我们的功劳 怎么会让一个党外 完全跟我们党没关系的人 差来做总统 这像什么话 所以基于党的这种义愤 或者是基于个人私心 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总统和选举 后来搞得一塌糊涂 李宗仁 孙科啊 什么陈浅啊 这个余人争得一塌糊涂 所以那个时候 蒋介石不能完全控制局面 就争来争去 最后没办法 就争不上去 那蒋介石最后最好是 我就多多人说 如果蒋介石不选是不可能的 所以蒋介石这个提案 就在国民党会上没通过 没通过之后 那么到4月5号的时候 就这个 蒋介石就派这个 王正廷来跟他道歉 说是没办法 我这个意见也贯彻不下去 只好出来选 那么下面 大家在后面看到 所有红色的这个 就是这种赤红色的 都是蒋介石日记里的原文 就蒋介石在日记里 4月5号的日记里 特地写到这件事 他说我今天啊 此心很浅黄 不知所应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我一生啊 此为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 就是我这一辈子 对人家最对不起人家的事情 就这件事情了 他说 然后他说 好在呢 除了王 就是王世杰之外呢 没有其他人知道 他已经接受过我的这个 这个要求的这个经过 所以呢 对他的这个声望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害 在自己找到那边 实际上这件事情闹得纷纷 很多人都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国民党大会上都讨论过了 怎么还有人不说不知道 所以所以不知道的 就是认为胡适接受了 他这个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真的 当然蒋介石 为什么要让胡适来做 这个中间又什么什么 蒋介石目的到底什么 这个是另外的问题 我们不讨论 但是这件事情是真的 而且胡适真的接受了 所以后来很多 我写 我昨天写过一篇文 就说 胡适这一辈子 反正前面说不做官的 但是真的 当他叫做总统的时候 他还是有点动心啊 想做总统啊 是吧 以前的政府的尾巴是不要做 但政府的头 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啊 后来那个自由主义知识分 就犯了 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陈鸿明 你这个是 完全不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 你完全能用自己的 这个 以这个城市之心啊 做胡适之福 自由主义知识分 怎么会官位有兴趣呢 是吧 什么官都不做 他怎么会要做这个总统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日记 胡适自己就说 他接受过 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蒋介石曾经让 真的真心让胡适做 而且胡适真心接受过 这个事实是真的 那么到后来以后 到了四八年的时候 那个我们叫四八年年底 解放战争竟然很 很顺利的时候 北平已经完全被解放战争包围了 平静战也结束 蒋介石特地派了飞机 专机去把胡适从北大 接到南京来 接到南京来之后 第二天 就把胡适接到自己 胡适跟他接到自己家里 当时 当时因为兵荒满了 胡适也很狂恐 也不知道怎么 然后蒋介石坐下来之后 这个蒋介石 我们知道蒋介石生活很简朴 平时吃饭很简单 这个胡适也有耳闻 他说看那天 好像桌子上还蛮丰盛的吧 而且宋美玲也在座 他就有点狂恐 他刚坐下来 然后这个宋美玲就说 今天是这个先生的生日 所以蒋介石特地找人 多做了几个菜 给你祝寿 我们知道在那种兵荒马乱之际 把他从北京接到这里来 把他接到家里作寿 我们知道蒋介石没什么朋友 他也很少请人到家里来吃饭 所以胡适非常的感动 那么到了这个49年4月份 这个战争 这个很的 就是战法四中 这个南京解放的时候 胡适呢 没有跟蒋介石到这个台湾去 他后来就直接飞到美国去了 但是到了美国的时候 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一下这个美国的船 他就说了一句 这个政治上表态的话 他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 我始终是用道义支持蒋总统 那么就在那个情况下 他说他支持 而且大家要注意 他用的是蒋总统 1949年的1月份的时候 蒋介石已经下业了 蒋介石已经不是总统了 总统只是代总统李宗仁 而且蒋介石是到了1950年的3月份才恢复的 所以1949年4月份的时候 蒋介石绝对不是总统 但是胡适是一个非常用词非常谨慎和小心的人 他这个时候用了蒋总统 那可看他对蒋介石的这个忠诚的成就 所以这是这个我们所谓说的这个 这个在这之前的这个这个这个故事 当然如果仔细显然也很有意思 所以这段时间他们逐渐的走一个 归拢的一个过程 所以很多人后来说 这个蒋介石你看对知识分子不错 曾经也说有一个设想说 胡适如果当年不跑到美国去 留在大陆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后来人就说 那个这个 胡适有很多朋友留在大陆了是吧 他们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那时候胡适好像还是做了一个比较 对他个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那 那后来到了台湾之后 那蒋介石和胡适发生了蛮大的变化 胡适关系 那蒋介石的研究 其实49年之前的蒋介石和49年之后的蒋介石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了解的蒋介石 或者书面市面上看到的书的蒋介石 基本上都是我们了解的 1949年前的那个蒋介石 就在大陆时期的蒋介石 但是我们知道 49年之后的蒋介石 其实就是变化很大 那我们假如说 就以这个结果论英雄 蒋介石在大陆是个失败者 但是他到了台湾之后 49年的时候 他人生事业走到一个最古的古典 被改到那个孤岛上去了 但是49年之后 到一路上他过世 那他是很成功的 应该说是成功的 一个成功的人 所以 为什么蒋介石在大陆失败 到台湾成功 那蒋介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其实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而且我们中国人一代讲 要盖棺定论 蒋介石在台湾时间不短啊 他在台湾从49年到75年过世 是25年或者26年 那蒋介石在大陆发生影响是什么时候 从1924年 黄浦军校到1949年 也只有25年 所以蒋介石他其实政治生涯里面 如果分成两段的话 他一半在大陆 一半在台湾 但现在我们不能用一半的 这一半的蒋介石来说 当然可以说三岁看到老是吧 他在大陆就不好 他在台湾一定不好 但是呢 我们又说 盖棺定论 他到晚年的时候的这个情况 我们应该讲明 所以我就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到 我们这个写了一本 这个蒋介石的后半生 就对蒋介石后半生的这个情况 做一个这个很想 这也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 是国内第一本利用蒋介石日记来写 蒋介石在台湾的这个部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 胡适到了美国 胡适到了 胡适在中国很有名 到了美国 他没什么名 所以他胡适的那个到美国的这个境遇 其实是非常的不好 他最后找到了一个工作 是什么工作呢 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 东亚图书馆 叫盖茨德图书馆里面 做馆长 那 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很多 比如我 我不熟悉 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系统 但是我在哈佛 这个有满长时间的这个经历 哈佛大学的这个学校系统 大学系统有20多个图书馆 所以2月20多图书馆 在这些图书馆里面 东亚的图书馆是相对的最小的图书馆之一 专门收到中国或者日本的东西 所以在20就是 他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 他是普林大学斯顿大学 众多图书馆里面最小的一个图书馆的图书馆 他的年薪是3500美金 后来据说升到5000美金 那5000美金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因素 现在大概也就是5万美金左右 那现在的5万美金左右 那对那么大的一个学者来说 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就是这样 而且他年纪越来越大 所以他太太也有病 他身体也不好 他那个钱如果在美国看病都有问题 但是胡适在中国的影响很大 那尤其是在四几年之后 那胡适因为象征意义很大 所以他这个 他到时候他在政治上面 他倾向于哪一方 他支持哪一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1952年的时候 胡适第一次去台湾 当时是借了一个这个讲学的名义去了 他去了之后 哇这个受到非常大的反应 因为52年的台湾那个时候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困难 是吧 那个是那么一个学者的归归来了 是吧 就好像我们六五年 李宗仁归来 那个情况一样 他回来 非常大的反应 欢迎了胡适的不好意思 胡适下飞机的说 因为我今天很像新娘子 那个那个场面啊 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他去了之后 他在台湾待了三四个月 那蒋介石非常非常的礼遇 去的时候就派蒋经国的代表去接他 然后那个陈诚啊 副总统都去接 接了之后 而且蒋介石让那个其他 我们知道蒋介石对部队看得很紧 他不太为了让人家接下他的部队 但是呢 他邀请胡适陪他检阅部队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后胡适自己 现在那个蓝色的字 大部分都是胡适的原话 那胡适说 接受了以后 然后说非常好 然后看了又很高兴 然后到1953年1月份 胡适离开的时候 由蒋介石去送他 他跟他跟蒋介石讲 就在前一天他走之前 蒋介石还请他吃饭 然后跟他谈话 然后这个蒋介石 他就跟蒋介石说 蒋总统对我太好了 昨天我们谈了很多 所以请你一定要替我谢谢他 就谢谢他父亲 这是那个胡适的记录 他认为很好 但是蒋介石的日记 第一次在到台湾之后 蒋介石日记第一次出现了胡适 什么样子 就12月12号 那天在新竹 去一阅兵的时候 他们中间有个谈话 谈完话吃饭 蒋介石日记是这样记的 他说胡适来此游览 他还没说请来阅兵 招待就停取报告 谈了多长时间 就谈了15分钟 就睡觉了 睡觉之后 不睡觉的时候睡不着 他到晚上两点钟还没睡觉 吃了安眠药还不奏效 痛苦极眼 为什么痛苦 此为胡适言行 或为美国尽情所知 就是胡适说的这些话 导致他蒋介石睡不着 就蒋介石做起非常规矩 他晚上11点钟睡觉 然后这个第二天早 他起床很早 5点多钟就起床 睡不着 蒋介石日记里常常有失眠的记录 但他失眠都是有大事 很大的事情代表 所以他这个是睡不着 胡适对他的 然后呢下面啊 接着他 这就是12号 当天的记录 于12号那天 他第二天的时候 他又记得更长的一段 他说10点钟的时候 胡适来谈 因为那第一天晚上谈 第二天约着再谈 先谈什么 台湾政治 胡适就跟他讲 灌输一套民主的东西 然后说要学习 而且胡适的日记里记着 他说我批评了 胡适先生 台湾没民主 为什么没民主 第一个人 没人敢批评彭梦吉 彭梦吉当时台湾警卑司令 第二个人 没人敢批评蒋敬国 第三个人没有批评 没有敢批评蒋总统 这是太不正常了 所以一个民主的国家 批评总统是最正常的 所以如果没有批评 这三个人都不敢批评 说明这个地方没有民主 然后说我怎么样做 那蒋介石 这个人是说 他跟我谈这些乱七八八的东西 他说这个大的字 大家看 于特彻之 我当时就批驳他的 而且他说 他不想想看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民主阵营胜利了 中国是牺牲最大的 但是到中国最后被人家出卖了 所以他说 如果他到了台湾之后 还差那种无意识的自由 他说不知道 如果这个 他是最难的幸运 如果没有 我们不自由 那么他今天难能到台湾来 是吧 所以这个 就是忘记所言 所以当时 他的绝对是不愉快的 这个不愉快 基本上还是说 在一个基本上 那个好的方面不愉快 所以这次呢 因为双方印象很好 那这个是 52年的时候 蒋介石接见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时代 这个time的这个主编 叫卢斯 卢斯对蒋介石非常友好 蒋介石我们 我们79年的时候 邓小平第一上 上时代杂志 或者我们现在某人 如果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们报纸一定会报道 去年的时候 好像我们阅兵的什么 这个女民方阵 上了时代 还是上了上了 这个星期周刊 这个不知道 那么蒋介石 一生 十几次上时代的封面 但是就是因为 这个卢斯啊 很 就是对蒋介石很好 那么卢斯呢 又是胡适的好朋友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蒋介石非常注意 他在美国的形象 那么这是 他们 就是胡适回来 这个很短的时间 卢斯正好来 因为蒋介石 这个这件的情况 那么因为 这个52年回来 他们谈得很好 知道表面上谈得很好 所以而且蒋介石 到了这个 54年的时候 又选总统 那么54年的时候 就 台欧 当时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47年中华民国宪法 规定了 总统可以做六年 连任一次 就不得连任 就是连任一次 可以连任一次 那么到54年 选总统的时候呢 但是碰到一个问题 因为每次 那个宪法规定了 这个开 总统选举 不是直接选举 是国民大会的代表来选举 那国民大会呢 是由所有的选民来选举 就像美国式的 是代表人质 那么这样的话 到了台湾之后 那蒋介石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中华民国一大半在 或者绝大部分民族 已经在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什么 这个 伟大领导之下了 那么你要就是这个 选这个代表 你找不到代表选啊 那就选个台湾总统 当然可以 那蒋介石就不要做 所以这个碰到一个难题 那又 有些国大代表 是跟到这个 蒋介石跑去的 但是去的人 大概不到一半 所以如果选 就是用这些人来选的话 那么也碰到问题 如果这些人选 因为国大代表 要多少分 多少人 比如三分之二 我记不太清楚 或者是多少人才可以 投票同意 你才能选 国大代表 那现在连去的人 所有人都投票 也投不出这个票来 所以胡适就给他 想了个办法 说你这也可以说 做大法官对宪法做解释 就是说 得出席会议的多少人 同意就行了 蒋介石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所以五四年的时候呢 蒋介石这个就顺利的当选了 这个第二届的这个总统 那么胡适呢 当时是还给他 第一届总统 他们两个差点 就是说蒋介石推荐 第二届总统的时候 是胡适代表国民大会呢 就给他 胡适专门从美国回去的 给他掰了这个 就是得奖 得这个当选的证书 他们关系一直很好 就这个时候呢 到了这个五八年的时候 那情况也发生变化 当时蒋介石非常想让胡适回来 所以就三番五次邀请胡适回来 那么就让胡适做中央研究论院长 那么中央研究论官 因为他这个学术机构 其实现在中央研究论 在台湾是个蛮大的官 特任官 相当于部长的这个级别 但是那个时候呢 胡适认为说 这个可以不是官 但是胡适一开始并没有答应 非常就是拒绝 但蒋介石三番五次的 一定让他回来 所以大概经过半年的争执呢 胡适回来了 本来蒋介石那么好心好意的回来 而且为了胡适回来 蒋介石还说让胡适回来 胡适回来没地方住 所以蒋介石说没关系 我手边正好有一笔稿费 他写了《思考在中国》这本书 得了很多稿费 他说我用我的钱 给胡适盖个房子 当然后来最后 没有用专款给他拨了一个房子 就现在在中央研究论院 胡适这个纪念馆 胡适原来住的房子里边 那么回来又照理说 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是吧 三番五次邻也回来了 两个老朋友又见面了 之前这个互相也帮忙 结果一见面 第二天 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见了面之后 第二天就胡适 是四月 就蒋介石 第3月10号 就蒋介石去出席典礼 胡适就任园长 所以蒋介石呢 给他几句贵格很好 他跟陈诚一起去 所以蒋介石去讲话 讲话就当然 从课堂上来 就胡适再拿了一通 然后说了一通话 结果他刚讲完 胡适应该是达词 对吧 就胡适上来 就说 今天这个蒋总统 讲的那么的话 都有三点 非常不同意 而且我要纠正他 所以这个不愉快 蒋介石这天又睡不着了 那他的 蒋介石日记 还有一个特点 我现在我们引个大弹 蒋介石日记 因为是在一个 我们前面看 他是一个在制式的本 他是一个 蒋介石日记 在一个印好的本子上写的 所以那个 那个空间很小 他日记啊 他每天你最多 只能写这么多 你看这个绿边 边上 他又是写不下的时候 他要写在这个边上来 那么蒋介石日记 记的事情很多 所以蒋介石日记 通常都是写的很简单 就某件事情 他基本上记一个事情 很就是 写那种什么感想的时候 发大弹意识的时候 很少 因为他篇幅不够 他如果今天写了之后 写的多 他就占用第二天的篇幅 所以他基本上 就每天控制了200字左右 但是这一天呢 他记得很多 记得很多的时候 就真的生气了 他说啊 他说今天 是我一辈子以来啊 蒋介石喜欢用这种夸张的词 前面我说 他这个对胡适 他说一辈子 最对不起的人 他说 我一辈子遭遇了第二次 最大的横溢之来 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19 这个民国15年 16年 冬天的时候 在武汉 受到包罗廷的这个羞辱 包罗廷 我们知道在武汉的时候 国民党跟苏联合作 摆伐的时候呢 苏联顾问包罗廷 在这个 孙中山过世之后呢 在国民党的权力很大 基本上是操纵了 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证据 所以他那个时候 蒋介石他认为是受到了侮辱 所以他说那个时候 蒋介石那时候 还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权力嘛 受到了侮辱 今天呢 中央人员听胡适 就职报告里面 打死的时候 这个侮辱啊 这个真的是 是没办法 他说我真不知道 这个人狂妄 荒旧到这个地步 真是一个狂人 他说今天又增加了 我一个交友不慎的经验 是我过去啊 清交过誉 待人过厚 所以我交朋友 太不这个谨慎了 对人家也特别好 今天反对别人亲 就待人太厚 被人家欺负 所以因切戒指 就以后千万 要警惕了 不能这个交朋友 不能那么轻易交心 不能那么太相信人 然后他这是他的 一个一个感想 下面他记事情了 他后面就说 到底是为什么事情 他说那他讲了 然后打死 就是闻胡适 打死为憾 他在下面他就说 但对其人礼欲不计较 就是我还没跟他计较 然后他后面 神经上说 因胡适 终日抑郁 复药后方可安眠 晚上回家又没睡着 又吃安眠药才睡觉 所以这样的话 就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怎么一个喜事 变成一个就是两个人 这个时候一见面 高高兴兴的事情 而且蒋介石说那么的好话 胡适到底说了什么 让蒋介石那么生气呢 是这样子的 蒋介石当然是客套 就先说 胡适真是很了不起 是吧 这个传承中国这个 这个传统文化 什么时候 轮理道德 什么这个部分很好 就是这个 恭喜他 恭维他 就是胡适是这个 这个这个人 第二个他就说 你看正好那个时候 他有点挑拨了 我觉得是有点挑拨 大陆这个时候 正好在批判胡适 共产党在批判胡适 更加说明胡适 胡先生啊 这个人的人品 道德有多好 倒过来说 所以刚才第三点 就是说 中央军业在胡适领导下 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功 那么我们现在呢 正在这个 反共复国的这个高潮中间 希望中央军业的工作 也能配合 为这个反共抗俄工作 做这个重要的贡献 这是蒋介石 大概的这三点 就胡适上来就说 第一 这个蒋介石 非常这个赞许我 对我称赞很多 但是他称赞我都不对 第一个 我不 我不注重中国文化 有什么好 大家知道胡适是一个洋派 胡适从来都不是一个国派 他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 他说中国这个 传统文化里 很多错的东西 他说中国的这个 刚才那个 蒋介石说的 中国的那个什么 伦理啊 四维八德 这些东西 不是中国固有的 他说每个文明国家 都有这个东西 所以呢 强调这些东西 也不纯粹 只是说中国还有 全世界都是第一个 所以我不同意 第二个呢 大陆批评我胡适啊 不是因为我个人 品德好 刚才 他说他们是代表了一种思考 他这个判断是对的 所以他是对整个知识分子 进行批评 不是批评我胡适 我胡适无非这个代表 所以并不是说 我胡适品德高 大陆就批评我 就讲 第三个他说 这个蒋介石刚才说 让我们这个中央营业 配合这个 反共复国这个政治任务 他说 我们是一个学术单位 我们中央营业 反共复国啊 我们反共复国的 这个具体实践 要做到我们学术研究 好好做学术研究上 而不是我们真的到前面去 军训 拿起枪来 跟共匪打仗 是吧 所以他以后再 看到胡适 看到就烦 他以后就说 我最不愿意的人 就是见到人 就是那个无耻政客 胡适 那个 但是后面 我们还说了很多 这是我们看 当天的那个照片 如果我们看这张照片 看就当天 这个演讲过之后 那个照片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很官方的了 那蒋介石坐中间 然后就这边是胡适 那边是那个副总统 陈诚 是吧 级别很高 大家看 如果我们看一下 就是蒋介石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话 那么蒋介石 边上的这个胡适 和蒋介石的距离 更近一点 而陈诚的距离 更远一点 对不对 因为陈诚是他的下属 而胡适是他的朋友 所以这个之间呢 胡适因为把蒋介石 当成朋友 所以他才敢说他那些话 他没有把蒋介石 做成是他的领导 他只是做成朋友 你朋友客达我 他其实也有点 因为胡适是在美国训练 所以其实 美国人幽默感很强 他说批评蒋介石 说的话是有点重 虽然也是说 有点过鲜 就是你说那话 我都不敢当 你对我的评价太高 他隐隐约有这个意思 但是是有点幽默似的 那蒋介石是个很古板的人 他听不懂那种美国式的幽默 其实是 我觉得是胡适是幽默似的 那么这张照片 那虽然我们看的 胡适跟蒋介石比较近 跟这个原因的 就是大家看这张剧景 这是一个很官方的照片 如果看这张照片 我们大概看不到什么信息 很有意思是历史 常常不是通过这种 官方的东西来体现的 有的时候通过另外一些 不经济之间 游录出他的信息 比这个更真实 我们下面看另外一张照片 就在这张照片 同时还没有正式就座位之前 那个记者先拍了两张 这是没错 就跟后面那张照片一样的 大家看这张照片 我现在的题目是 拘谨的蒋介石和放松的胡适 这个时候蒋介石 前面已经有过那个过节 蒋介石非常生气的 但是蒋介石呢 你看到他 这个不洗心余色 他基本上这样 但是蒋介石非常拘谨 他平时就是个很拘谨的人 所以他就是很拘谨 但是大家看胡适非常放松 胡适翘着二长腿 但是我们如果在看这个里面说 在台湾没有哪个人 敢在蒋介石面前 翘二长腿 有一个人就是胡适 那蒋介石看到怎么想 我们不知道 是吧 晚上睡不着 他里面没写 是不是因为 蒋介石胡适翘二长腿 他睡不着 但是他前后连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 就这种事 那这个呢还好一点 有的人这个人更奇怪 就认为胡适 你看坚持自由 在这个权威面前不激头 自己你要坚持 表现自己自认 个人的放松和自信 有的更 更有意思的 有的人把这个 用那个照片 把它去掉之后 把这边上全部去掉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那他们两个人 就有他们两个人的话 大家看 这个时候谁是主 谁是客 谁在上 谁在下 真还说不出来 通常拘警的那个人是客人 那个放松的那是领导 是吧 所以他们两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这个时候 看得出他们的那种心态 的那种 所以这之后 蒋介石骂胡适 但整个人骂的 就不像样子了 那开始 他下面一看 这是从四月份 四月底开始 蒋介石就骂胡适 他骂胡适骂得非常有意思 是很经典的 代表蒋介石很多的那个方法 他说啊 对于这些政客 以学者身份来向政府 要投机要挟 以要 他的目的是要官位和钱财为目的 他下面提到两个人 一个叫五线子 骗钱 就等于骗钱 有五线子是什么人呢 是当主民主社会党的主席 那我们知道国民党的时候 这个跟 逃到台湾的时候呢 大陆有很多中间党派 就国民党 共产党之外的中间党派 那很多人留下来了 就变成我们今天的民主党派 那么还有两个党呢 跟着蒋介石走了 一个就叫民主社会党 是当境外的那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青年党 曾祺李华 左生生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呢 蒋介石非常的 就是去了之后 首先接受大陆的教训 是对这些人不能再放松了 所以对他们 其实给他们 完全不给他们发挥任何作用 但是呢 又要让他们 在政治上面 做一个铺垫 就是如果人家说 国民党是一党专政 他说不对不对 我们还有两个有党 那这两个党 在台湾没有任何的权利和地位 而且呢 在台湾就说是政治花瓶 政治花瓶的作用 就是摆在给人家装饰用的 但蒋介石对这些人 其实是非常恼火 他说他们这些经常 他说五线子的 就是等于要钱 左生生呢 等于就是要钱的话 就唱中立 他说不给他们钱呢 他就唱反强 而今天胡适的作为呢 就和他们完全相等 这是储不储说不掉 就是我没想到 胡适是这样的人 跟这些人一样 总之政客呢 既要做官 又要讨钱 但是呢 特别要以这个 独立学者的身份 标榜自己青年 不苟知态度 他就说 你要钱你做官 我给你做官 你要钱呢 但是呢 我不是来 我是独立学者 我还可以治愈你 拿了你的钱 还可以骂你 这个比较厉害 所以他说 这个事风堕落 到这个人心 这个这个这个 比武 然后他下面 就有一个感叹 说今日更赶 蔡先生是不可得 蔡先生是谁 蔡元培 那蔡元培四二年过世了 就当时也是 曾经的中央研究员员的 蔡元培多好 又不要官 又不要钱 还帮我说话 你们这些人 要我的钱 要我的官 他批评我 说这是这个 这个不一样的 然后在下面 是这个六月份的时候 他下面说 胡适最近态度 更为这个狂妄 无法理喻了 只有不加理会 但也不必和他作对 他说 因为那个小人 自由小人对头 我想这句话 好像是普通老板 他这样说 他怎么也这样说 然后他说 那个小人自由 就是他自然会 会有人对付他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下面就是说 胡适对修宪 宪法和连任总统 这个我们后面 还要讲到 他和这个其他人 这个反奖运动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 他说 胡适根本知道不知道 中华民国是由 本国民党上到的 今天迁到台湾来 也由国民党负劝责 如果毁了国民党 那谁来拯救 在共匪统治下的 中华民国和全国人民 如果毁了党 就是谁来救民族 救国家 而且毁了我们党 就等于是毁国家的祖宗 和毁灭国家 就是胡适做的事情 非常不对 然后他说呢 我以上这些点呢 我要通过这个 慈修就是陈诚 和粤军就是张群 张群这个时候 总统府的秘书长 跟胡适关系也很好 要让他们 转告给胡适 因为他不跟他 小人不跟小人计 他不跟小人计较嘛 就说你让他告诉他 你让他要注意一点 这之后就是 每次出现就骂了 而且那个胡适 但是胡适这个时候不知道 他一直还在讲 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都公开的讲 蒋介石呢 又没有当面跟他讲 你不能讲 那么蒋介石 从来没有当面说 你儿子对他还是蛮尊重的 就这样的话呢 就胡适自己认为 你看我讲这些话 他拿我也没什么办法 他就继续讲 所以下面的一个例子 到了58年的 这个5月28号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蒋介石 这个正 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手腕 胡适去见蒋介石 就在之前胡适做手术 做手术呢 那个蒋介石曾经派 这个蒋经国去看过他 到医院里面 所以看完看完病之后呢 胡适就说他要到美国去 那到美国去呢 但是谢谢蒋介石 那同时说呢 我7月1号的时候 我们要开院士会议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请你来 登场 那么蒋介石当时 在胡适日记里记得说 除非我不在台北 我一定来的 是蒋介石对胡适说的 或者是说胡适的记录 蒋介石怎么说 我们不知道 但是蒋介石当天的日记 是怎么说呢 他说我召见胡适 然后胡适约我7月1号的 中央院士会议会议上面 至此 他说其客词啊 特别啊 亲善为宽 他这个人对我还特别 那么那么亲密 我觉得好奇怪 我那么恨他 他那么恨我 他说他觉得有点奇怪 他说凡是政客 爱好面子 而不注重品行的人啊 借如此啊 就是那些无耻的人啊 就是他又好面子 就是喜欢拿我们去做捧场 但是呢 他又不注意品行 这个人都是这样 就胡适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蒋介石 你答应说要去了吧 对吧 到了7月1号 看院士会议的时候呢 蒋介石去没去了 没去 算了这个胡适一把 放他鸽子 但是呢 他也不能不表示 因为当时在台湾 中央院士还是一个 就是他在那个地方 有个像招牌性的东西 胡适也是一个面子 所以他第二 他自己第二天的时候 就4号的时候 他又写 他说第一天啊 7月1号没去 因为这个第二天 7月4号的日记 是他星期天的时候 蒋介石每个星期天 他写一份州记 把这一周的事情总结一下 他说啊 中央院士会议呢 我一没有参加 但是我第二天的时候啊 又宴请院士 我没参加会 但是我第二天 把院士到我家里来 我也请了以后 他说 此乃对胡适做 不接不离之态度 又一表示也 所以说我对胡适呢 我不接不靠得太近 但是我也不能理他 不能离得太远 把他推到敌对阵营里去 所以不接不离 就是我 你叫我去 我不去 但是呢 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 我还是表示一下 所以呢 对此无聊政客 唯有做此消极 不抵抗的政策 乃是最佳的办法 就他用这种办法来 这个这个 后来蒋介石 用这种啊 对付胡适蛮多的 常常就说 你要我见面 我不见面 我跟你拖 这个这是 这是那个 但是他对胡适的 代表就是不接不离 那么这个 当然就这个事情都还没有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两个人就是像三叉手 两个人这个矛盾 没有计划 因为胡适不知道 或者至少表面上 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么他也没有公开的批评过 而且大部分情况 都是说蒋介石好话 但是呢 到了1960年 台湾又要选总统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台湾总统 是三年选一次 原来是48年选了一次 54年选了 60年又要选了 60年选的问题就更大了 为什么更大 由于原来 那么个宪法里面规定啊 是说总统只能选两次 不能连任了 那蒋介石 54年做过 说了12年 不能再做了 所以如果要做怎么办 要不然就是蒋介石不做 那么要不然就是修改宪法 所以总统可以无限连任下去 那蒋介石又想做总统 他又不要修改宪法 他说宪法是大陆人民给我的 我服予我的 一个神圣制的 我要捍卫宪法 我要把这个宪法带回大陆去 所以这个宪法绝对不能动 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能动 他又不能 本来是说 照理说这个政大国民 就是修改宪法就算了 他又要不让人家修改宪法 又让人家选总统 选他做总统 这个真是很难很难 没办法 而且胡适 是前面讲 54年时候帮了他忙 是这样 但是胡适这个时候 觉得绝对不能这样做了 所以很多人反对 那么胡适代表这个立场 可是他又不断的这个说 其中有一篇 我来讲讲 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 就说你蒋介石那么聪明 不会做错一个决定 就是说你还要选总统吧 所以那个自由中国杂志 也花了很多东西来批评蒋介石 到了 他就说我要跟蒋介石谈 我要把我自己的意见 告诉蒋介石 蒋介石坚决不见他 不见他没办法 蒋介石不见他就 1959年的11月15号 这是蒋介石胡适日记里记的 他说 我把我自己的系统 反对蒋介石 作为总统的这个理由 要告诉蒋介石知道 所以他让张群 转达这四点 张群都不敢转达 张群说你还是你自己去讲 我都不敢讲 因为蒋介石不愿意 接受这些东西 那胡适是怎么说的呢 第一条就是明年的时候 这个选举 是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受到考验期了 因为你又要选总统 又要不让人家改宪法 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一个要动 第二个呢 胡适个人的建议 就是为了长久的打算了 他就希望蒋介石树立一个 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 和平转移的这种 转移政权的这种风范 对不起啊 我现在要特地解释一下 这个里面所有影文里面的这个词啊 比如什么国家之类的 现在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啊 但是我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原貌 就是他们原来的原话啊 不是我同意这个这个这个词 他说要树立这种和平也没有 所以也不能违反宪法 一切要根据这个这个宪法来 说要用个和平的 就是大家认为人人 视为平安的这种和平的这种过渡 那么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他说我替蒋介石着想 我盼望蒋介石在最后的一两个月里面 做一个公开的宣誓 就说他自己不要做第三任总统 而且明确的宣誓 他愿意属意让谁来做 那么并且说如果这个人 这个当选之后 他一定会支持他 他说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全中国的人和全世界的人 对他会更表示精致和尊沛 因为你尊重宪法 你是一个有法治的人 而且你是这个建好就说 然后当然胡适非常知道 蒋介石的这个想法 他说好 如果你蒋介石又要做 你又要那个 他都就 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 那也可以 你们应该用共政大光明的方式 明确的表示出来 我们要不修改建法 我们也不要做 也就是一步的 所以绝不能用现在的那种 登报纸圈进了电报 因为那个时候 铺垫盖底的 就国民党的 就是圈进了 这个表中心 希望做总统 蒋介石连任 如果蒋介石不连任 如何如何 那蒋介石不连任 台湾天都要塌下来了 所以各个单位都 各个地方 各个单位 各个人都在报纸上放过 一定要劝进蒋介石总统 那蒋介石对头就说 我没办法 民意如此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传统的独裁者 他都要 标一个民意的东西 他代表人民的利益 那袁世凯当年做总统 做皇帝的时候 他也是让了 人家来选他出来的 选了之后 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 做了皇帝之后 人家把这个证书退给了 他说不行 我这也不能做 我怎么能做皇帝 你退回去 你们重新搞 最后人家再这个投票 还是他做皇帝 中华民国改成这个 中华帝国 袁世凯帝制 也是在很合法的情况下 就所谓合法的情况下 做成的 而且袁世凯那个时候 不但是那个 妓女和乞丐都去 呼吁 请求袁世凯做皇帝 去寄予情愿团 乞丐情愿团都有 所以 蒋介石也用这种办法 就是 我又不说错 最后说 你看民意如此 大家都让我做什么 所以他说 胡适就说 这种方式 对蒋介石是一种侮辱 对国民党也是一种侮辱 对我们老百姓 也是一种侮辱 所以如果你要做 没关系 你用别的方式 正大光明一点 你不要用这种 假借民意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呢 是 蒋介石这个话 转到蒋介石 蒋介石更不要听 是吧 所以就坚决不见他 不见他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 蒋介石日记是怎么说的 他说胡适反对这个事情 运用各种关系 间接的是什么 他说我借智隆网闻 他昨天见了这个张群 跟他谈这个话 他说 他说 他说他这个跟江群谈这些话 说了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胡适真是小人之心啊 我现在哪想什么 做总统不做总统 我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要恢复大陆 要这个这个带着 这个中华民国 要光复大陆 我哪想怎么做总统 这种这种事情啊 就是他根本 我根本不想这些事情 所以呢 如果要你这个胡适 要要要来的话 你就用这些话来回答 我不考虑总统这些事情 我考虑的就是 如何光复大陆这种大事情 那讲究竟是考虑不考虑 他天天考虑 但他用这种冠冕堂皇的东西 把人打回去 然后他就说 最后说是 此种无耻政客 自财身份 莫名其妙 不知对别人 对他如何讨厌了 然后他就说可怜时甚 就是胡适真是可怜啊 人家那么讨厌呢 他还就是 就是怎么说 热脸去蹭人家冷屁股是吧 就是去碰这个东西 后面就叫 这个大字说下了 他胡适无耻 他要求与我 二人密谈选举总统事情 处为可笑 胡适这个很无耻 他要求跟我单独谈 他说此人最不自量 最不自知 最不无耻 然后说是什么 操动革命 然后这个是什么 然后他在下面有一句话 这个中间一个大字 更非真心 这个有碍于辞修 因为胡适当时认为 陈诚在台湾的这个资历也够 在国民党的历练也够 这个政绩也很不错 那么多年做了副总统 所以他陈诚 胡适的意思 当然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张介石下轮 那应该是陈诚 所以这个 蒋介石还说 他让我下来 让陈诚说 并不是真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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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别有用心 不是真正爱陈诚 是他想利用陈诚什么东西 所以他说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心术不正 我绝对不能上他的党 基本上这样的话 但是后来蒋介石很厉害 动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来说服这个胡适 所以你可以不同意 这个蒋介石做总统 但是你最好不要再发言 那胡适慢慢的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考虑 他不发言了 突然就就就胡适公开反对 这个蒋介石做总统的声音就没有了 那没有以后呢 这个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 解这个套内呢 那蒋介石就做了一个叫 不是宪法又不能动 然后这个总统要当 那怎么办呢 他就做了一个叫做 动员开乱时期临时条款 这个临时条款就作为宪法的补充的这个部分 是临时的所以随时可以去掉 宪法不能动 就在大房子边上盖了个小房子 过渡房 那么这个房子里有种说的呢 就说现在又是动员贪乱时期 现在是个特别的时期 跟共产党的打仗 说在这个时期呢 从统可得连选连任 不受宪法多少多少条的规定 就用一个过渡房 把那个大房子给他封掉了 就是用这个用到这个 就是大门不走 他非要就是胡适讲的光明正大路 他不走 他非要走这种小路 那他是有当然这个他自己的考虑 所以这个时候胡 这个胡适改变了之后 蒋介石对他好感了没有呢 也没有好感 更奇怪 所以他下面说 因为胡适是 蒋介石是说他受到蒋孟林的这个劝 蒋孟林是胡适的好朋友 胡适在北大做校长的时候 他都是教务长 他们也是北方学员里比较好的朋友 说是呢 他劝了之后 他说对国大代表选举和联系 不做反对了 而且愿意做什么会主席 他说 胡适这个不是自己胡适个人的观点改变 是因为胡适啊 观望美国政府改变了 他才改变了 就胡适是美国的走狗 那胡适很奇怪 他大陆被说是美国的走狗 到了台湾蒋介石 还说他说美国的走狗 他两边都走狗 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不讨好的事情非常多 有点像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 夫妻两个打架的时候 这个你去劝架 打架都在火头上的时候 你说这里啊 你说那个男家劝和了 等人家夫妻和好了以后 然后他们就突然说 你当时说我们这个老公这样不好 说我老婆不好 这个当然反正记恨你 所以你是个劝架的人 那当时46年的时候 国共打内战的时候 美国也来了 这个判断人 叫马歇尔调停 美国国庭马歇尔 专门跑到中国来调停 那共产党是 当然现在我们革命史上 马歇尔调停是完全是 帮助国民党是吧 最后是说 国民 就美国人出钱 出枪 国民党出人的 这个发动力内战 那蒋介石 骂马歇尔 骂歇得更是隔血碰的 说大陆的这个局面 就是因为马歇尔 在调停中间 一贯弹抗共产党造成的 所以马歇尔 其实对蒋介石非常好 到49年以后 这个宋美龄 到访问美国的时候 就住在马歇尔家里面 但是这个蒋介石 一直骂马歇尔 骂他在那个里面 日记里写着 马歇尔就写 马小儿 马小儿啊 用这个词 所以他对胡适 现在讲 胡适也是说 大陆也骂他 是这个美地乌瑞泽国 那个蒋介石 他一气气他也骂 他说 可耻这个之甚 他说我过去认为 这个人的这个品格呢 比张军麦要高一点 因为张军麦 是民社党的这个主席 高一点 但是呢 其实他们都是政客 只是为了个人 所以实际上 他们就之间 没有什么联系 就是胡适 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蒋介 他反对的时候 蒋介石很生气 他现在改变过了 说不反对了 他还看不起他 还骂他 那么胡适是怎么做的 胡适到这个时候 就不发生了之后呢 国民大会开会的时候 他本来说 那我就不去开会了 说你还要去 他又去 因为胡适是一个象征 一个面子 胡适不出席不出席 至少顶另外的 一两百个代表 出席不出席 而且呢 他要选他做主席团 还要去这个 让他主持选举 这个第三届总统 那么胡适当选以后 这个台湾的记者也很坏 就问他 说胡适当 说蒋农农现在当选了 你有什么看法 哇这个题目很难 因为 你要不然说 蒋农农当选对 就说你以前 所有的主招都是错的 对不对 要不然你 为什么不反对到底 所以 他后来就是 我用大字手上 他说我今天站在 老百姓的立场 跟老百姓一样高兴 他完全放弃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那样 一个学界领袖的 这个个人的这个观念 他说我跟老百姓 老百姓高兴 我就高兴 他完全转移 就在逻辑上 转移了转移了命题 但是他又瞧面 他怎么回答呢 他只能这样回答 这是第二次 他们在台湾的 这个这个争论很大的 那么第三个 很大的争论 就是这个自由中国和雷震案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自由中国是台湾办的一个 本来是国民党教育部办的一个 到了台湾之后 那么自由中国本来就是对付 他们当时认为大陆是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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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匪区呀 或者一个什么 什么铁木下的国家了 所以他自由中国 实际上是当年学的法国 这个戴高的将军 在二代时期 坚持叫自由法国 他用了这个名字 说虽然我们地方很小 但是我们代表了 这个自由中国 所以本来的这个这个杂志呢 是受到国民党的支持的 他可以从交易部领导经费的 但是这个办这个这个人 慢慢慢慢就脱离了国民党 这个雷震案就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 慢慢就开始批评国民党 批评国民党是越批评越厉害 那么雷 胡适呢 就是这个自由中国的这个发行人 他虽然从来不管这个事情 他在美国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一直是这个发行人 那个雷震案总编辑 那么雷震案就不断地批评国民党 批评的很厉害了 这个国民党其实不能忍受了 那么包括那个蒋介石做总统 这个自由中国批评的很厉害 但蒋介石在当总统之前 他要维持稳定的局面 或者用了十八点的要和谐 所以呢 他对这个对这些都忍让 他当了总统之后 对不起他要把这个 要抓抓来这了 要查误自由中国 他不能再忍受了 但是蒋介石在做之前 他心思非常缜密 他要考虑到种种的影响力 有胡适 有雷震和自由中国也是 这个自由中国在台湾的那个角色 跟那个 这个谁 这个民主 所以那些青年党和民生党一样的 所以当美国人批评说台湾没有民主 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这些这个台湾的外交官就拿什么 你看我们有自由中国 这是批评当局的 我们现在在我们中华民国地图上 所以我们有批评的声音 所以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有这种 很特别的这种功效 但蒋介石这个时候 这种招牌他情愿不要 他就要 所以他说 这是下面的日记 蒋介石是八月 这个九月份的时候 要抓雷震之前 他写日记 他选 抓雷震呢 他选择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这个时候正好胡适呢 移开美国 那就一看台湾 他到美国去开会 中间有一段时间不在 所以他就找了蒋介石 这个胡适不在台湾的这个时间 来抓雷震 抓他的 当然 就是这些人反对 反对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决定要成立一个中国 自己中国民主党 以雷震为首 结合了台湾的一些地方势力 什么李万居啊 高玉树啊 什么郭雨昕啊 这些人 那他们当时就说 哎呦 那一定要请胡适来做总统 做党的这个主席 胡适坚决说 哎呀成立一个反对大行 我们坚决拥护你 但是人家让他做主席 他不做 他说我是坚决不能做的 然后没这份 你再做 你只是做个民意主席 什么事情都让我们干 胡适说 我坚决不做 我支持你们主党 但是我坚决不做 这个这个 他跟雷震的关系很好 所以这是胡适个人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考虑 所以蒋介石 这个在动手之前 他是怎么想的了 他说 如果把雷震逮捕之后 胡适如果聪明干涉怎么办 或者他在美国公开反对政府 那么应该做有所准备 做准备是什么呢 有两种考虑 一种是置之不理 第二个就是间接警告他 叫不要回来了 你在美国啊 你在美国反对 你继续反对 但是呢 他说第二个 因为他认为 这个胡适是美国的德国 美国人如果说可以就可以了 他说对美国呢 应该间接的通知 我们逮捕雷震有什么原因 免得误会 第三个呢 他抓了雷震之后 要用这个 有一个什么 台湾警卫司令部的发言人的发言稿 这个发言稿 其实是蒋介石过目的 他发言的时候 首先要译成英文 所以他在台湾抓了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派国罪 他的他的目的不是说 台湾有什么动乱 是说美国有什么反应 他根本不管台湾 台湾人民的反应是什么 他管美 他再会就是 所以他说 先要一声英文 先发表 出口转内向 然后呢 然后就说 这个谈话 什么时候发表为止 抓了抓钱就 就是同时 抓钱就发表呢 抓了再发表 还是说抓后再发表 这是 然后最后 以何种形式来发表 是用这个纪念周的训词呢 还是对中央社发一个这个这个训证 说他考虑的很周到 就他抓之前呢 他真的是告诉了 就让陈诚 打了个电报 告诉胡适 说我雷震 把雷震抓起来 那么胡适在美国非常非常盛下 然后我对报纸真的就发表这个这个这个言论 批评政 这个确实是不当 就雷震 是一个反共最坚决的人 他怎么可能是共匪啊 这些不可思议 就是这个 不是说政府 而且雷震是一个暴人 他是个平民 你抓了雷震之后 怎么可以用军法审判呢 那军法审判 你这个地方就是个警察 警察的 所以平民不能不能讲 所以他非常恼火 那么但是蒋介石当然 前面我们讲 他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胡适说我还要回来 所以这个蒋介石日记年 他说听到这个 胡适这个这个回来 他讲解是非常重要的紧张 他日记里也说 听说胡适要回来了 就 而且他是想在胡适这个 这个雷震案没有判之前 要回来怎么这么做 就这个 他常说这个 这个人啊 是最无品格的文化买败 无几名之 我都不知道怎么骂他才好了 所以无可 只可名誉 他是胡仙 就是他这个狐狸 变成了仙人 然后害国家 是这个毛虫 所以说什么乱七八糟 一最终又把胡适骂一通 然后到了后面 然后胡适回来了 跟他说这么话 就今天 为胡适 这不是一天写的 是第二天 无赖这个卑鄙的言行考虑 痛苦不至啊 其实对此等小小 本来不可计较 但是更不要痛苦 所以唯有唯 就他一边痛苦 一边告诉你 这种人我们不需要跟他调劲 我不要痛苦 只有我心 我事 然后一笑 这个这个了之 所以他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胡适 胡适回来之后 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警告 所以他还到处发言 说政府这个不对 说不能不能不能这么着 而且他说 我一定要见蒋介石 要跟蒋介石面见 蒋介石不见他 真别不见他 本来蒋介石 对胡适很尊敬 说一定 每次蒋介石 胡适一回来 蒋介石就见他 就是问他 美国形势怎么样 国际形势怎么样 胡先生有什么搞点 那请吃个饭 这个时候胡适回来 他不见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 不接不离嘛 他是这种方式 其实有点怕胡适 我觉得他怎么会要躲着 不见胡适呢 对吧 应该胡适怕他才好 最后的时候 过了可能脱了大概两 就是两个月 他见胡适 这个时候 雷正已经判了十年了 他见那个 他就约见两件事了 而且跟他讲好 这个张群在联络这件事情的时候 跟他讲说 你见了之后 你跟蒋介石不能谈 雷正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谈别的 所以蒋介石 胡适的日记里面 记得非常清楚 现在这边是蒋介石的话 因为胡适这个故事 记得更好 我把这个故事讲 讲得更清楚一点 大家可能很好 说这个胡适啊 就讲到他去了以后 他突然发现不对 过去的时候 蒋介石见他 从来都是只有两个人 边上没有任何人 他这边边上站了两个陌生人 这个身份立即就看出来了 而且他就还是问他 很科学问他 那是什么事情 他问他 胡适是说 这个雷正的事情 不讲不行啊 讲嘛 又言言跟张群讲过了 他走的时候 你还讲好一刻钟吧 很短 那讲完了之后呢 然后 这个蒋介石有意的把这个话 蒋介石就有意的把这个话题啊 他自己挑出来了 蒋介石因为他有复案了 他就自己想好了 又推胡适怎么弹 他就说 胡先生是不是有什么话还没说完 欲言又止 他这样一讲的话 那胡适就说 哎呀 真是抱歉 我来前啊 已经跟月经先生答应过 说不能谈雷正的案子 但是呢 我想想 雷正案子太大 在美国影响很大 说实际上的 在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雷正案子这个事情 美国报纸报道之后 我都不好意思上街了 太丢人了 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提倡言论自由 他要阻挡 都是一个民主国家最应该做的事情 批评政府 那你怎么可以把他抓起来 而且军阀审判 而且很短 只有一天的时间 就判他行 这个实在是就是中华民国受到很大的侮辱 然后说这个 我还是要把这个想法要告诉总统 然后这个蒋介石就说 哎呀 你的话我完全理解 但是雷正这个案子 不是因为他阻挡 不是因为他批评政府 他阻挡 批评政府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宣法规定有的 雷正的案子 他是共匪 因为蒋介石在之前 他找了自由中国的一个 下面的一个一个 一个办事员 叫刘子英 把这个人先抓起来 让这个人承认是共匪 然后呢 就说雷正你是他的老板 你 而且那个刘子英说 他雷正知道了什么 知匪不报 秦同这个匪 所以呢 雷正是因为这个案子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 在这种反共复国时间 他如果是批评政府 所长完全可以 但是他现在是共匪 那我们不能不办了 我们一定要按照相反 严办 哇他这个命题 转严得非常好 是吧 那个说 我不是 我宣法 我都能引起他做 但他就用了这个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 就是胡适就没有什么话讲 几乎就快也没话讲了 然后蒋介石突然一转话 他说 哎呀 好几年前啊 我曾经托过一个人啊 跟胡先生带过话 不知道先生听到过没有 胡适说好像没有啊 他说什么 他说 哎呀 我这些年啊 我特别尊重胡先生 我对他也很好 但是好像 胡先生这几年 对我蛮深分的 他常常喜欢听雷正的话 不愿意听我的话 这下的话 这个胡适突然就觉得 这个 他就说 哎呀 总统这句话太重了 总统对我的好 我一直记得 我当年的时候 你还说是吧 我到了美国的时候 第一件土地案就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道义上 绝对支持蒋总统 我今天当着你的面 我再说一遍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道义上在 一下子 这个气氛 我们看来是怎么转过来的 一下子把胡适 转到一个完全被动的立场上 胡适只有自己自变了 所以蒋介石 这个里面 他前面怎么说的 不知道 他最后的时候 蒋介石说 最后略提过去 个人与胡 胡之感情关键 比或又说感言 就是我现在跟他谈 我对你怎么样 你或许应该有所感受 你不要在这个事情 啰哩啪啪说了 你这个应该 所以胡适最后在日记里 只写了几个字 说太失望 太失望 用了这三个字 而且重复两遍 但是这个字 这个话 居然被蒋介石知道了 蒋介石说 在日记里 我现在没有引用 他说 雷震案的这个事情 是我到台湾 十一年来 反共 复国里面 最大的一个胜利 严重地打击了美国 美地国主义企业 因为美国人后来 也没敢说什么话 打击了清美的势力 所以反动派听到这个爱子 最后也不可 那些只好说 太失望 对反动派的人 就是胡适 所以现在我们再看 因为没有全部的应用 胡适 蒋介石在胡适的日记里面 骂蒋介石 胡适用了什么样的词呢 几乎是最 最那个 恶毒的词了 就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这些词 大家看得出来 因为我现在跟大家报告的 其实是我最近写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马上就要发表的 一篇那个学术论文的那个内容 我当然把好玩的故事拿出来 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当时的时候 这个编辑非常有眼光 他说 陈老师 你要很仔细的查一下 他说 蒋介石日记里面 有没有记 胡适好的地方 他说你不能为了说明你的观点 你就偏偏 就是只用这些 对你有利的材料 所以蒋介石日记里面 一点都没有说胡适好话嘛 我说我认真的看过 看到胡适的日记 我就找我看完了 全部的台湾的日记 没有一句话是说胡适 说胡适好的 就是前面最早的时候 见面的时候 说了一点 就是那种比较中庸的话 就是我赤字之类的 大家还是应该 也请他吃饭 所以没有任何 我自己当时写的时候 我就特别告诫自己 你不能偏执啊 一定要 就是有文毕录 但是真的是一个好词 也没有找到 所以这是那个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或者很厉害的人 他打了这个胡适之后 或者这样之后 他立即做这个 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要给胡适 就是12月份的时候 他就开始要做这个 这个这个 胡适做生日 60年的那个12月胡适生日 所以他就 而且非常认真 给他写了授贬 然后去了之后呢 送去之后 蒋介石说 框子做的不好 还要重做 回来之后 然后蒋介石 他就回忆去 当年我前面说的那个故事 当时没有那个深夜 百平级人包围了 你现在派飞机来 把我们夫妻接过来 然后呢 这个请我们吃饭 所以这个我一直记得 现在你还又要过了十几年了 你又要给我做错 我简直是不敢当 所以本来是登门拜卸的 但是没有了 所以胡适非常的公正 所以蒋介石是很公平 然后这当然还是 在胡适的记录里面 到了1961年的 这个12月21号 他给胡适过生日 因为胡适是1891年生的 我们前面讲了 所以这天呢 胡适的那个 相当于日记的 他的这个长篇 他的秘书给他写的 他把这件事情 记得很清楚 蒋介石在家里面 摆宴会 约的这个最重要的领练 陈成 这个谁 这个张群 王云武 陈雪 秘书 这些一帮学界和政变的 刚才 请他们40个人啊 就在 感觉是在家里 办家宴 怎么怎么 这场面怎么说 然后呢 这个 胡适当然答词 答词 最后一句话就是说 胡适对我说 今天其实是 我是69岁 我不是70岁 但是今天 总统帮我 做了70岁了 我就70岁了 我明年绝对 不再做70岁事了 所以胡适竟然把自己 他认为70 其实我是是不是70不重要 你蒋介石说我70 我就70了 那个王云武 我明年绝对不做 而且在他的日记里面 后来记第二年的时候 确实有北大的校友 说要给老校长 祝寿 但是胡适说 我去年做过了 蒋介石都给我做过 而且我明确表态过了 所以我绝对不祝寿 这是那个情况 然后而且到了后来的时候 就是到了 这61年呢 12月份 大家在这 12月 学买一期的这个 然后61年2月6号 这一天呢 这个 去过年 奥介石 每年的时候 蒋介石如果不是亲自去 六派蒋介石 我到胡适家里去 这个拜年 拜年了以后 当时去拜了年 还约胡适 和夫妇 两天之后 到蒋介石 到蒋介石家吃饭 所以两天之后 去了吃了饭 吃了饭之后 蒋介石和这个 就是夫人之间 还有一些过往 他没吃完呢 还叫他打包回来了 是吧 这个年糕啊 卤肉 他让这个都带回来了 这是多么亲密的 多么友善的 多么这个一个画卷 是吧 多么好的一个画卷 好 然后大家再看 这是 这是那个 在台湾的时候 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个这个 呃 就是六 我们前面讲 六零年的时候 他当了总统了是吧 那总统那个 做到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这个是 蒋介石当然也知道 那么二十六十年的时候 台湾也遇到很大的问题 他就抓了雷震 他要 做一个观感 他就讲这些 就接受一纸幕僚的建议 就说我在阳明山呢 开会 开会的时候 就请到台湾和海外的 著名的学人 桥界的代表 工商界代表 回到台湾来 你们对台湾政治发展 经济发展 文化发展 有什么建言 你请 来来来来来 就是做阳明山的谈话会 分了好多组 你们这个建议呢 我们将来政府可以可以采纳 基本就是在过去的时候 国民党从来没有开放过 让这些人回来 他其实是某种意义 要提上的一个案子 比如说你们是不是不民主吗 你们大民主是吧 请了那么多人回来 我们抓的就是 无非就是 少数人是吧 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这个 请他们回来 基本上是一个 一个政治协商的一个性格 但国民党也没有这个体制 那在这个政治协商的会上面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 当时一个场面 蒋介石没有把胡适 做成外面的人 蒋介石说你胡适是里面的人 所以你是作为主人参加的 所以这个 大家看那个照片的 中间是蒋介石夫妇 蒋介石夫妇的 蒋介石的右手是陈诚 就台湾的前三把手 宋美宁左边的是胡适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再一次进行 是发生在那个总统的 这个选总统的案子 和这个雷正案之后 所以对表面上对胡适的这种尊重 又是非常的高 那 请蒋介石是二月十几号 二月八号的时候 请蒋介石 请他们吃饭 关系非常密切 二月二十四号 十六天以后 胡适因为演讲的时候 突然死了 心脏病出发 然后就没有救过来 就死掉了 当天晚上 蒋介石的日记里去 晚 文胡适 心脏病 暴族 我把这个字答特别大 他就说暴族是什么意思 暴族是说那个罪犯 那个十恶不舍的 过去暴君死的时候 才用暴族啊 我们说的好听来 很多好词 说的不好听也是过世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这种话很小 1975年 蒋介石死的时候 我们很多老先生 他们肯定比我记忆更深刻 死的时候 蒋介石 人民日报 在第四版的编表上面 发了一个很小的文章 叫做台湾国民党反动 卖来投资 什么人民公帝 这一定是 蒋介石死了 他用的是死的 这两个字 没有用暴族啊 这个暴族 就说多大的仇恨啊 他能用这个字 十几天前 还请他吃饭 还请他把 剩下的菜 还打包带回家 但是这个词 然后 蒋介石 对不起 这上面这句话 是我忘了 从红月子 蒋介石有个感慨 还是两三天以后 他的反应 他说 胡适 这个知识啊 他说这个 在革命事业 民族附近 这个思想 这件事 乃除去了障碍 胡适真是这个的 蒋介石非常后悔 当年胡适如果在美国 他在那个什么 破图书馆里 他有什么影响 我把他弄回来 本来讲的 把他圈起来了 结果回来以后 把这个老虎 收到家里来了 还不能动他 说现在好了 他死掉了 终于死掉了 很识相 所以那个 从这来的 但是这是 蒋介石 下面的原因 我觉得是最重的 他说 概观镇定 胡适不是为 一个自由的评论者 他不是说自由者 其个人的生活 也没什么缺点 而且有的时候 还表现出正义感 还有一点 但是呢 他太平衡 下次 崇拜西风 而且自卑啊 且固有文化 所以呢 不脱中国书生和政客的旧信息 这是站在讲 蒋介石的立场 这是62年的三月份 就是胡适的事情 处理完了以后 他最后的一个干涉 我刚才那个家庭呢 这是这一段 大家看 但是胡适 蒋介石死了以后 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以后 非常好的晚年 这个晚年到今天为止 被人传诺 对账也很好 文笔也很好 而且尤其是把胡适医生的事业和为人呢 写得非常清楚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一直讲到胡适说 对胡适的评价 没有比蒋介石 这个评价更公平的人 我个人也非常认可 他做的这个话 他这一句对点是什么呢 就是新文化中 旧道德的开放 这胡适是 他是主张新文化的 但是胡适个人主张新文化 但他自己个人的道德 是旧的道德 他讲的旧道德 就是遵从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 但胡适肯定不认可这一点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明 因为跟胡适一起的 这些新文化的干将啊 这个陈独秀也好 这个鲁迅也好 都都换了太太 胡适是个大博士 是吧 刘洋的博士 这个学历和这个文凭都比陈独秀和鲁迅还高 他结果这个不十字的小脚老太太 而且这个胡适中间 这个在美国也好 这个风流运势不断 自己胡适长得又很帅是吧 又有才 多少人爱慕他 但是胡适跟这个小脚老太一直过到底 中间虽然有很多的联谊啊 但是终究这个 这个是没有发生 所以他是最固守这种 他可以提倡婚姻自由 提倡个人解放 但是他从来自己 他可以是 然后这个旧伦理中 新思想的诗表 他又是 胡适自己一句话叫做 但开风气不危险 他在学术里面 他开了很多风气 是吧 所以他说他是是好多学科的一个一个一个师表 他在旧伦理中间 他在固守旧伦理中间 没有心情 但是胡适我讲他绝对不认可这一点 因为我们前面讲胡适我不是旧的 我就是个新人 那但是呢 这个这个人 你看他后来有还发了这个专门的保养 你这个保养很长就把这个作为总统的 这胡适如何如何如何好 写了一辣 这是那个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 但是胡适 贾先生对胡适的这个这个仇恨 有没有到 胡适死了又结束了 没有 到了68年 这个时候胡适已经死了 就六年了 他有一天到中央院院去开会 而且参加这个蔡元培的这个这个部分 蔡元培的这个这个这个祭奸典礼 那么他他然后他去了 他非常不满意 他都看到这个院子里面啊 这个这个环境 他毫无科学观念 真是从前就中央院院那么高的一个学生 机构那么差 但是他就突然想说 这个是为什么造成了 就是从胡适开始 到今天的院长 杨黄世杰 做什么新文化的成绩 最高的这个学府尚且如此 怎么贵 哎 胡适这个都死了六年了 那个院子的卫生不好 设备不好 他还怪到胡适身上 所以他心的灵敲 他对胡适有多么的这个 这个仇恨和这个这个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是真的是 他回家以后 他又回去 自己还心情很郁梦 这个时候想到胡适他还郁梦 所以这个可见他的这种 那么我们 这当然 讲到这里 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啊 我想大家清楚了 可能也就是这个 你看人 人有那么复杂啊 关系有那么复杂啊 这两个你看 最大的秀才 最大的兵 他们之间怎么讲道理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个故事是很好玩的 但是如果只能讲故事 当然我也不太会讲故事 但是这个 我觉得就是一般的了解 但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 不可以止于这个层面 如果你只止于这个层面的话 那就是 所以我 简单的就是 我想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因为他其实讲的不完全是 胡适和两个人关系 我想我们从这旅行 找到很多人性的东西 我们自己个人 能不能找到一点什么回忆 或者找到很多人 经济平台 对你这个不管 我们有什么介绍 这个我们 不许说了 我们现在就是 我自己个人 听这段故事 就讲这段故事 我其实是有所改的 那么这些改呢 我们就简单了 我很简单的归单 就只是说 我自己个人 很浅漏的一件看法 你们从这个故事里面 读到了什么 或者听到了什么 那你们是自己 每个人都可以改 我们先说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我们看得出来 蒋介石对胡适 完全是两面的 表面上非常客气 然后那个心里 每天回家骂 那么这是完全 那个两个人 我们不知道 哪个蒋介石是真的 他对蒋介石客气的 那个是真的 蒋介石的 还是痛恨胡适 是真的 所以人性的两面性 在蒋介石上 现在非常痛恨 所以一半是魔鬼 一半是天使 当然用这个词 是恰当 但是他确确实实有这个 就他两面性 差别太大 这个你简直不能相信 他是一个人 一个人 例如说 这两个人可以这样的 或者是一类的 所以确实 那但是 我们再仔细看 而且胡适 那蒋介石 他在日记里面 他完全是谢思愤 他就自己写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看法 表露给任何人 任何人不知道 他对胡适之家的看法 他自己从来 在公开的场合 在公的场合下 他觉得胡适是很有用的 所以他对胡适 一定要保持一种姿态 他和胡适的关系 绝对不是蒋介石和胡适 两个人的关系 这代表了很多的 他和美国的关系 因为胡适是一个符号 他自己也是代表政治 政府对民主的看法 对什么呢 胡适其实是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 贴在这个蒋介石身上 或者贴在台湾身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 他才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这部分上 他为了这个大的目的 他还忍 蒋介石 常常说一句话 这句话 我觉得是他 冠大师的一个可能 他说忍 常人所不能忍 方人为 人常人所不能为 我们说蒋介石 多大的憋屈啊 是吧 那么委屈 蒋介石 胡适当面嘲笑他 在他面前 挑二两腿 他不懂声课 回家气得睡不着觉 他不懂声课 其实任何一个 不要说是蒋介石 这样的人 就是我们普通的小领导 我们普通的家长 我们大部分也做不到 这样的这样的 而且是十几年 如一日观念 不是一件事 可以这样忍 大事忍 小事也忍 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得出来 蒋介石其实是 跟我们原来想的 那个蒋介石 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我想蒋介石 是个独裁者 他这个杀人无数 是吧 过去我们说蒋介石 林肯 错杀一千 不愿放过 谁还敢把他 这个弄的 而且蒋介石 我刚才讲 蒋介石骂那么多人 对吧 蒋介石骂人那么多词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通常描述的 蒋介石 骂人的时候 是几个字 娘西匹是吧 娘西匹 是口头男 电影里面常常用这个词 在蒋介石的日记里面 从来没有娘西匹 三个字 所以这个完全是 以讹传讹的 传讹的部分 他怎么骂 他也没有讲 他骂人 但是他不用娘西匹 这个是 所以他可以 这样这样做 这个 我们可以说 蒋介石是个演员 这个演员 可以得奥斯卡奖 十几年 能把这个演的 以他演到什么样子 演到胡适当事人 胡适从来 不觉得蒋介石 对他不好 骂得他那么厉害 背后的骂他那样子 他怎么 十几年 说这个蒋介石 是一个那种 我们是那种 啾啾五福 那种动不动就 骂娘西区 动不去拍桌的 那个人吗 不是啊 他知道有什么 什么事情是大的 什么事情是小的 他未到一些事情 他可以完全凝忍 这个非常成熟 一个政治家 很理智 理智绝对战胜感情 所以这个形象 即使他是装的 他演戏 那么也不是一个 普通的人能够做到的 所以这个蒋介石 其实和我们 那个形象中的蒋介石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是关于胡适 胡适虽然是书生 很傻是吧 我们看他笑也很天真 但是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 可能找不到几个 比胡适更聪明的人 胡适这个人 人形事故练党 他特别清楚 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跟蒋介石打了十几年交道 蒋介石那么恨他 他一点都不知道 或者蒋介石都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怜 那么可恥 我都那么恨他 他还不自知 胡适真的不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推想他一定知道 要不然不是胡适 但是胡适的日记 我们前面讲 胡适的日记 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就发表过 胡适那么有名的人 他一定知道 他的日记将来会发表 或者要被别人看 所以胡适的日记 和蒋介石最大的不一样 胡适的日记 是写给别人看的 蒋介石日记 是写给自己看的 那么胡适的日记 那个里面 他记什么 不记什么 他那个有选择的 比蒋介石大得多 我们想想 如果每个人说 你的日记是写给人家看的 你怎么写日记 而且这个 所以胡适的日记里 蒋介石日记里 充满的骂人 胡适的日记里 从来不骂人 当然胡适良心 比蒋介石好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也有憋戏的时候 他从来不骂人 而且他基本上 胡适是只记事情 我今天跟谁见了面 谈了什么事情 说了什么话 从来不讲 我怎么想 我听到这句话 怎么想 我们看到蒋介石日记 但是我听到这句话 我不讲话 但是呢 我怎么想 他把自己想的写出来 胡适是只记事情 他思想埋得很深 所以这两个之间 假如说在蒋介石日记 和胡适之间选择的话 我宁愿选择胡适 蒋介石日记 更能代表 蒋介石的真实的感情 所以那个胡适 他跟蒋介石交往 他受到蒋介石的憋气 甚至是侮辱 他绝对不记出来 因为他要考虑到 这个东西公布出来 那对蒋介石是怎么看 他自己的这个 而且胡适 为什么这样做 胡适在回台湾之前 已经台湾已经有人批评他 因为批评自由中国 就是批评他 胡适自己说 他58年回到台湾的时候 冒着围剿的风险 顶峰回到台湾去的 既然你冒着围剿的风险 你为什么还要回去 那我们不能讲 胡适到免了 胡适绝对聪明 他到了台湾 所以他在美国生活很贫困 很潦荡 当时看评都没有钱了 是这个生计的考虑世界 他在台湾 在美国 普丽兹当下 大概知道在那里 在纽约附近很远的一个地方 很偏的地方 几乎是农村啊 没有什么人 胡适那么有名 热闹不起来 我今年这个 就在美国的时候 我今年一个留学生啊 告诉我 我的学生 现在在哈佛南亿 他告诉我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他留学生的一个生涯 他们留学生 或者现在在美国定居的这些朋友 怎么看国内 和这个看这个美国呢 当然跟胡适完全不同 他们是小小小留学生 他说啊 美这个美国是 好山好水好寂寞 美国大陆水 真脏真断真热闹 所以我觉得他 他是他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么胡适那个时候有没有感觉 胡适那个时候 好山好水好寂寞 没有人知道胡适的 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老头 那么一个小玩家 那么但是这个 他回到国内来 蒋介石看命 是最好的医院 蒋介石要派人去去 每次回来像新娘子一样 就这个这个位 我想每个人都还有这个 而且他 他还可以有那个机会 来宣传自己的名字 还可以某种的意义上 蒋介石看 蒋介石听不听是他的 让他自己有机会来说这个话 那在美国说这个话 格学套想根本 说不了 所以 所以现在 有一个很好的命题 最近我记得 现在出了一本书 就叫鲁迅 还是胡适 哇 这个题目非常精彩 他说什么 鲁迅和胡适 都是聪明人 都是文化人 都是中国绝顶聪明的人 他们都批评政府 都对现实不满 都对中国的未来 充满着理想 有自己的理想 但是两个人的做法 截然相反 鲁迅是选择了体制外 批评体制 站在外面去批评政府 跟政府不合作 你做什么都不对 我批评你 做最后自己呢 当然 没有什么牢狱之灾 但是过得很辛苦 是吧 是种种的不愉快 我们知道鲁迅是不愉快的一个 胡适 跟人员 但是胡适选择了 跟政府合作 但是我也不到你里面 去做官 做官就惨了 做官就变成你的下属了 是吧 你这个部长 他就可以骂你了 你做什么 但是我就是做你的政友 我跟你是做朋友关系 所以我可以在你面前 跳儿郎腿 所以他选择体制 那我又有机会 建言 把我的主张可以实现 但是我又不到你里面 去做 然后自己个人待遇 那个风光的不得了 就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人 所以其实到 就知识分子 到了那种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就有一个选择 这个过程 那么中国 长期以来 其实中国历史上面 也有这种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做官啊 其实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你跟着这个体制做 还有一条路 反过来就是封建社会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要想做官怎么办 杀人放火 受招安 你先去杀人放火 做到 你做个小偷小摸不行 那抓起来一定是判刑的 但是你做个大头大摸 是吧 你去做那个杀人放火 这政府搅不动你了 就是水浒里面那个宋江 他没办法 把你招安进来 你到政府做官 这个反正捷径很快 当然胡适对中国历史也很熟悉 认为他用的这个方式 是一个很错 我觉得是很错 我很佩服胡适 我个人对胡适充满了这个 但是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那种自由主义知识风险的 他只是为了 比如我们说 讲了如果你是个自由主义者 或者你是个思想家 我们知道裴德芬有一句诗叫做 什么 什么 生命成可贵 这个爱情价格刚 若为自由故 二者见何不 生命和爱情可以不一样 但是胡适呢 是坚持他的主要 但是蒋介石一发威 不要看老虎不发威是吧 蒋介石一发威 他就退说 他没有为了那个 如果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道德高悬 他那么来 胡适一定是说 他这样不做 他就不对 他应该当面跟蒋介石拍桌的 这不是胡适 但是我们佩服他 就是另外的人连这个话都不敢讲 胡适是敢讲 但是胡适有自己处理的问题 的方式 这种处理问题方式 你不能用很高的道德辩论 但是胡适是胡适 胡适绝对不是说 那种诚而又纯的自由主义者 他有自己的算计和考量 所以这是 再回到自己最后的这个主题里面来 其实大家听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自己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自己绝对没有道德的判断 蒋介石对 还是胡适对 我好像没有 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考量 自己的算计 他们两个当时做的做法 我觉得都是自己最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都非常理智 要不然不会维持到这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就回到前面那个中国这个 近代的这个历史上的秀才和兵 这个观念 那照理说 我们说 自由主义者是军队反对独裁的 是主张民主的 这两个人应该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群体 这两个人不可以合作的 自由主义者怎么和独裁 独裁怎么能允许自由主义 独裁自由主义怎么能放任独裁在这里 跟独裁者合作 这这些人不可能 但是我们看这个事实 不适合蒋介石 秀才和兵是可以合作的 而且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这个命题是我们的一个例子 而且这个这个例子 在这里阅历比我丰富的 这个年长的学者 老人一定想到 这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这个例子太多了 我们新中国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这个清朝中有没有这个例子 都有 中国近代史上这种 强人和这个秀才的结合 这个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之间没有 但是他们之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合作 什么样的这个对立 这又是另外的 当然是很复杂的一些问题 就他们之间有没有 可以合作的地方 各自的底线是什么 历史的算计 这当然也很复杂 所以秀才和兵这样 秀才遇到兵 有的时候 这个也想得行 这大概就是我 这个基本的看法 以上所说 纯粹的个人偏见 如果大家有什么 那个的话 欢迎提醒